好 那我們主辦單位 以及各部會的貴賓已經長官 以及現場所有的青年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非常開心今天看到這麼多人 齊聚一堂一同來參與我們 青年度假打工宣導會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相信今天的活動內容相當的豐富精彩 覺得能夠讓大家滿載而歸 好 活動一開始呢我們要先邀請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下一部青年發展署的時間處副署長 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青年朋友及陪同的家長們 各位駐華機構的親近同仁們 各位部會的同仁們 大家午安 今天代表教育部非常榮幸歡迎各位青年朋友 來參加今天的宣導會 那由於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都是 未來30年內國家重要的主力 也是未來生產力的重要的人力資源 所以政府投資青年 政府也非常重視青年的意見 我們各部會的青年政策都要以青年為主題 所以行政院有成立的青年顧問團 邀集了20幾位青年顧問當作諮詢顧問 也訂定了青年發展政策綱領 作為各部會訂定青年政策的參考 更整合了各部會的資源 訂了就業方案 創業方案 社會行動方案 都是在鼓勵我們青年朋友能夠 順利的就業創業圓夢 那教育部也非常重視青年朋友的意見 教育部也成立了青年諮詢會 我們邀了20幾位的青年朋友 作為諮詢的對象 那我們也很重視青年的全球移動力 所以教育部最近正在訂定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 未來會透過學校的力量 社會的力量 幫助各位青年朋友能夠擁有全球的移動能力 順利的可以到國外去就業或者去體驗 所以歡迎各位未來都是我們的國家的主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在就業力上 在創業力上面 在全球移動力上都具有非常好的能力 這邊預祝各位 那今天的宣導說明會 我們整合了八個部會的力量 分別有各種部會的業務 來會跟各位做說明 我們邀請了駐華機構的有度假打工 13個國家的度假打工的代表們 來跟各位說明他國家的度假打工的規定 注意事項 我們跟邀請了過去曾經去度假打工的朋友 來分享告訴你如果要去度假打工 應該注意些什麼事項 所以今天下午的內容就是要讓各位 想要去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們 有一些安全有一些知識 讓你在出國度假打工的時候 能夠比較有安全 比較注重學習性 對你未來的人生發展有很好的幫助 這才是我們今天宣導說明會的主要目的 那就歡迎各位等下這個整個下午 來享受一場這個知性之旅 讓各位的知識 讓各位的經驗更能夠豐富 預祝各位今天下午都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收穫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副署長 那緊接著現在呢我們邀請到的是外交部 公眾外交協調會的高安高執行長上台 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熱掌聲歡迎 謝謝 教育部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師傅署長 各部會代表 外交部的同仁 我們駐華機構 包括匈牙利貿易辦事處的楊峰副代表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科維斯副代表 是不是要站起來讓我們在場的各位觀眾 要知道一下 剛剛的是楊峰副代表 澳洲辦事處 日本交流協會 日本交流協會 山田洪志主任 陳秀華副主任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的金美玉領事 江民總研究員 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以及現場的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執行長 兼外交部發言人高安 今天在這邊也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 由教育部主辦 外交部 法務部 交通部 勞動部 衛福部 精管會 以及僑委會等部會 共同參與的北區青年海外度假打工 宣導會 這是本年 既我們在前兩週 在中區跟南區 辦理了宣導會之後 在北區的這一場 第三場的系列宣導會 那外交部也非常的感謝 各部會協力合辦這一次宣導會 尤其是感謝教育部 以及中華民國青年創業總會的負責規劃 讓這個活動順利的能夠舉行 也看到我們今天參與這麼多青年的夥伴 也看到我們國家年輕世代的活力跟接受挑戰 這也是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見到的 事實上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都了解 各國都在推動青年度假打工協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政府 包括外交部也都積極的跟各國 來推動洽簽相關的協定 因為各國都希望他們國家的青年人 在青年的這個階層 就有機會能夠到世界各地 去深度體驗不同的文化 去接受挑戰 去開闊自己的視野 然後培養自己的競爭力 所以外交部到目前為止 有跟十三個國家 洽簽青年度假打工協定 那這十三個國家 其實包括我們在場的各位的 諸華代表跟使節 也包括了澳洲 紐西蘭 日本 韓國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愛爾蘭 比利時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波蘭 跟奧地利 那事實上呢 外交部跟我們相關住處 也都在積極推動洽簽 也希望未來會一直都有很多的好消息 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國人跟青年朋友 到國外去交流 那當然同時我們也希望 外國的青年朋友能夠有機會到台灣 來體驗我們台灣的友善 台灣的友誼 跟認識我們的文化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因為青年度假打工協定 參與這個計畫的青年朋友 越來越多 所以會面臨到不同的議題 我們也希望能夠一起來做更好的服務 所以從去年開始 外交部在去年的六月 就邀集了相關的部會 包括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一些部會 其實還另外還加了經濟部跟農委會 因為我們能夠希望這個青年度假打工 能夠成為一個雙向的交流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人 我們的青年能夠出去 培養自己的視野跟競爭力 同時我們也希望 讓世界能夠走進台灣 要更多的外國的青年朋友 能夠到台灣來認識我們 所以其實總共到目前 我們也成立了跨部會的協調機制 一共是十個部會在參與這個機制 那我們也希望 在這個其實到目前為止 這個機制也開過了五次的協調會議 所以各位朋友們等一下會了解到 當我們各部會來說明我們的業務 跟我們的配套服務 大家會看到很多我們現在在要正式的問題 其實經過資源的整合跟資訊的整合 很多的議題都很多的資訊 都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各位朋友來做參考 包括打工環境 包括你的仲介的資訊 包括你的交通 事實上我們住外管處 也收集了很多的當地的交通規則 跟規範標誌來提供給交通部 那交通部也建置了整個的專區 那還有包括的保險 金管會也花非常多的心力 透過業者能夠現在提供給更多的青年朋友 適合的保險產品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今天的說明會 給大家能夠有更豐富的收穫 在這邊我們還是再一次 希望各位青年朋友 讓大家我們能夠充實自己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快快樂樂的參與青年度假打工計劃 平平安安的回來 然後讓我們一起讓台灣在世界上 持續的發光發熱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高安高執行長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到各部的人員 就對他打工資訊呢 來提供給青年朋友們一些服務的內容 好 那緊接著呢 我們先邀請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教育部青年發言署的呂松青呂科長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在場的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親愛的青年朋友和家長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為什麼要稍微大聲一點齁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這個時段 大家比較想怎麼樣 對 嘿 好 看到大家都很有活力的樣子 嗯 我在這邊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想要出國去度假打工 你們是打算 先跟家裡面借一筆錢 然後坐飛機到國外去 然後在找到工作之前 也是先靠家裡的資助 還是說 你要想辦法 不靠家裡的資助 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這一次度假打工的壯舉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課長 這樣怎麼可能 除非我之前就已經存了一筆錢 所以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們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跟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合作了一個 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的計畫 金額最高12萬 然後你這個 當你核貸以後 通常我們對家打工的時間都是一年 只有英國那是兩年 所以他這個貸款的還款計畫 就是4加1 什麼叫4加1 就是說你在出國的這一年當中 只要委託家裡面幫你付利息 等到你回國以後 在本金跟利息一起按月貪還 你們知道 如果你借12萬 你回國以後一個月你要還多少錢嗎 兩千多塊錢 一天省掉一杯STARTBUCK的咖啡就夠了 你就可以拿著12萬去買機票 到了國外去以後 大概可以支付你一兩個月 的生活費都沒問題 你可以完全用你自己的力量 完成這一次度假打工的壯舉 而不用跟爸爸說 爸爸不好意思 我要出國度假打工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10萬塊 這樣說是不是 不好意思 你已經要出國度假打工了 你還跟家裡要錢 我們這個貸款喔 名額非常充裕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只要Google一下 就是你們上網報名那個網站 上面都有相關的資訊 說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申請你的方式非常簡單 年齡限制20歲以上 30歲以下未滿31歲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這個準備一個保證人 那只要你沒有不良嗜好 而不是不良信用 你就可以很快的獲得這個貸款 然後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計畫 出國完成你 為期一年或者兩年時間的度假打工 這是第一點跟大家做報告的 第二點 聽過台英青年交流計畫的請舉手 喔不錯不錯 大概有四五個很棒很棒 那有參加過這個贊助證明抽籤的請舉手 有抽中的請舉手 沒有 我們今年台英度假打工的 贊助證明 第二階段 五百個加一百四十四個 第一階段沒有去的 總共有六百四十四個 你們知道有多少人來抽籤嗎 三千六百零四位 這個是英國度假打工非常 跟其他所有的國家不一樣的地方 他只要抽到 他就有兩年的時間 他可以去打工度假兩年 兩年內你可以全時工作 或者是全時的念書 遊學都可以 所以這個計畫非常非常的夯 那這個 今年度已經辦完了 那如果有興趣到英國去的 今年底大概十二月份 請密切注意我們青年署的官網 跟IUS的網站 都有相關的說明 那最後跟大家報告一點就是 各位在出國度假打工之前 麻煩請上我們IUS網站 上面有兩份很重要的文件 請你們要當作下來看 第一個就是注意事項 你出國度假打工之前 你要做哪些事情 在國外碰到狀況你要怎麼處理 上面都有相關的資訊 還有一份 行檢檢檢核表 就是一個checklist 那你在出國之前 你一項一項的go 你是不是都已經做好了 當你都完成的時候 就可以確保你這一次的度假打工之行 基本上是在非常充裕 準備的情形之下到國外去 那最後請你們拿筆記一下 有一支非常重要的電話 你在全世界各地 如果發生問題 打這支電話 0800 085 095 您幫我 您救我 這個是外交部的免付費電話 如果你把它記起來 到國外去的時候 有任何狀況 打這支電話 外交部的同仁都是24小時 把手機帶在身上的 你們到了國外 他們就是你們最好最好的 寫助的保母 所以這支電話千萬不要忘記 最後 科長是沒有出國度假打工過 可是我一直跟 想要出國度假打工的親戚朋友說 出國度假打工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平平安安的回國 你要記得 在這裡還有你的家人 他們在等著你回來 一定不要去做黑工 或者是做任何有危險性的動作 平平安安出去 快快樂的回來 以上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快樂 好 謝謝科長這麼詳細的解說 那緊接著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的 凌晨夫婦參試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部會的長官 我們駐法機構的代表 那在座的各位牽連朋友 還有我們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很快用一個簡單的幾頁 powerpoint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外交部 要跟各位牽連朋友 所分享的一些資訊 那首先 要先各位跟 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我們 外交部本部 跟我們所有的駐外單位 推動這個牽連度假打工計畫 它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透過度假打工的一個 這個度方式 那打工主要是來支助你在 度假打工期間的一個旅費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一個 基本的一個政策的一個目標跟精神 所以說我們希望 青年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他是能夠拓展他的國際視野 可以增加他的國際經驗 可以豐富他的個人的人生閱歷 最重要就是培養他自我的競爭能力 而且我們希望他 度假打工 不管是一年或兩年 回到國內來以後 就變成是以我們這個 這個資方 我們這個雇主相當 搶手的一個 一個青年的一個 就業的一個心血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想說利用這個 簡單的Point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 目前 陳如我們剛剛 外交部高執行長所說的 我們目前已經跟13個國家 有簽這個 青年度假打工協定或備忘錄 那這13個國家大概分佈在歐洲 還有這亞太在北美洲 那亞太部分大概有日韓 紐澳 在歐洲有8個國家 占13個國家大概有超過6成 那在北美洲現在有 大概有加拿大 那預計 我們希望可能在這短期 這一兩年內 應該還會有新的國家 跟我們簽這個 度假打工協定 那我們現在很多 住外單位 在推這個 這個跟青年相關 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相關權益的一個計畫 所以這一部分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就是看這個表 在民國97年前 其實這個時間點應該這樣講 民國93年 我們跟 第一個簽度假打工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有沒有人知道 舉手一下 第一個國家 是紐西蘭 第二個國家是澳洲 所以這兩個國家都在民國93年 就是2004年簽的 那第三個國家到第13個國家 都是在之後簽的 那第三個國家是民國98年 也就是我們馬總統上任以後 積極推動這個所謂的青年 跟國際結果的一個方案 所以說從民國98年到現在 尤其在去年又多簽了四個 這個中東歐的國家 包括匈牙利 斯洛伐克 這個波蘭跟奧地利 所以總共加總結 現在已經有13個國家 那現在開始 聽說這13個國家 每年到開放這個 這個申請名額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秒殺 當下就會被申請結束 就我知道就 加拿大今年大概開放 將近1千個 942 聽說當天大概一開放 馬上就被申請完畢了 所以說這個是相當的受歡迎 所以說給這個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最熱門 青年朋友最想要去 度假打工國家 大概前三名是 這個澳洲 日本跟紐西蘭 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大概是那個 加拿大 加拿大還有韓國 所以這幾個國家 那你說歐洲國家不熱門嗎 其實也不然 因為歐洲國家 它可能有一些語言上的限制 但是 歐洲國家可能 因為才剛開始 呃 實行大概一兩年 甚至有一些才去年才簽 所以慢慢 在未來兩三年 我們大概會看到 應該會有一些急速的成長 那這個是我們跟各國 度假打工的一個簽署的 一個狀況跟實際的條件 這邊有一個紅圈的地方 給各位特別一個注意 就是說 去澳大利亞度假打工 它是沒有名額限制 那現在從日本啊 從去年的12月 10月12 26號開始 它給我們度假打工的名額 從2000人 增加到5000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呃 表示這個我們台日雙邊的度假打工計畫 推動了相當成功 相當的 相當的受歡迎 那這個德國也是從原來200個 增加到300個 那剛剛 呃 教育埔理科長提到 其實去度假打工的年齡 大部分都是 18歲到30歲 那有三個國家是 是可以 可以到35歲 所以包括 呃 去年簽了匈牙利 跟斯洛伐克 還有這個加拿大 加拿大可以到35歲 那其他都是30歲 這部分 給各位簡單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停留時間大概是 呃 澳洲可以有第二千 那第二千它有它的條件限制 OK 那這個青年海外度假打工 比較常見的問題 大概有這幾個 但我在想 待會各部分應該會 各別做一個說明 我們比較 重視的就是說 非法督 非法凍介 還有打黑工 勞資糾紛 公安傷害 海外的醫療跟這個 呃 傷害保險 還有這個 可能青年度假打工 極少數在海外 可能會 會牽涉到一些 呃 比較 比較不好的行為 那交通意外 是我們這個經營 呃 特別宣導一個重點 那等一下我們 大概交通部的 長官會來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 這個 剛剛我們高職員長所提的 跨部會協調集資 現在總共有10個部會進來 內圈的部分就是我們 今天 今天參與的8個部會 做一個宣導的部分 外圈這個農委會 跟經濟部大概 可能牽涉到 比較牽涉到就是說 如何吸引這個各國青年來 還度假打工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標誌要簡單 給各位做一個 大概各部會 大概 組織哪些部分的一個業務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這是我們外交部 做了一些 一些相關的 呃 為青年朋友做一些相關的準備 包括我們有印製一些 度假打工宣傳折業 我們總共現在印了 大概有10幾份 那現在有 隨著新的度假打工計畫 簽訂我們會再 印新的折業 這些折業在外面 外交部的那個 外面攤位都有提供 各位可以等一下 會後可以去索取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可能要各位 度假打工朋友提醒就是說 我們現在 從去年年底開始 我們外交部領務局 呃 有在網頁上 成立一個所謂的 度假打工出國登陸專區 如果各位朋友 您今年 不管是在國外 或是在國內 你要做度假打工 你去登陸的話 你都可以參加一個摩采 那這個是我們 度假打工的專屬網站 裡面 所有你想要的 要的資訊應該都很完整 你可以上去看 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成立一個 呃設置一個電子書 各國都有 13個國家都有 你可以把它直接 當落下來隨身去看 也不用直接上網看 就當落下來就是一個 你隨時在當運輸工具上 都可以看 那這個就是 最重要就是說 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們這個 有些資訊 有些資訊 都整個這個 這個外交部的 度假打工 單一窗口裡面 那個就叫 呃 這個 use taiwan.net use taiwan.net 就是 外交部 青年度假打工 單一窗口 那這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短片 等一下我們那個 攤位裡面會放 就是 青年度假打工的 三部曲短片 我覺得這個短片 應該各位也可以在我們 剛剛那個 專屬網站裡面可以看到 裡面有一些資訊 應該可以 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所以這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就不來放 那這個所佈取的部分 大概 告訴各位要準備哪些事情 那你出國有哪些事情要 需要做的 這個是都非常重要 那最後就是說 你返國以後 大概勞動部會有設一個窗口 來 來告訴你就是說 那出國度假打工 有哪些地方你要注意 哪些地方不要做 哪些事情要記得 這就是我們 在那個短片裡面 所謂七步無藥 這是相當重要 所以說很快 以上這些報告 請大家多指教 也祝各位 度假打工一切平安 順利愉快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副參試 那緊接著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法務部的 丁榮鴻丁科長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教育部的師父署長 外交部的高執行長 還有各部會的同仁 還有各國的駐外代表 還有最主要的今天參與 我們這個宣導會的 在座的青年朋友還有家長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那我是法務部保護師 丁榮鴻丁科長 那我想法務部之所以進來 這一個方案 那我想跟各位報告一個原有 那應該這個度假打工 大家會很覺得很奇怪 這個 但是剛剛那個林復參試 大家有提到過 有關這個可能出國以後 有一些不能做的 或有一些該注意的 那可能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那原則上 我們是在第二次的這個協調會議裡面 外交部希望法務部來做這個 犯罪防治跟反毒的這一塊 那法務部原則上 我們提供了兩個網站 一個就是 兒童跟青少年的犯罪預防宣導網 那第二個 就法務部的一個無毒家園 等於符合這個外交部 希望我們來做這一塊的一個任務 那這一個部分 有關第一個部分 那我想要跟大家報告的 因為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相信 跟我們簽訂的這13個國家 他們的治安大概都非常好 那各位出國去打工的青年朋友 也都是我們國家的精英 所以在犯罪的這一塊 我們不擔心 但是每一個國家 從東方到西方 從以前到現在 古代到現在 大概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些犯罪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兩個網站 告訴青年朋友 在出國前 先上我們法務部的全球資訊網 去了解看看 哪一些這個犯罪的一些這個形態 哪一些犯罪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在這兩個網站裡面 特別是在毒品的這個部分 我想每一個國家 在現代裡面 都有很多毒品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 我們原則上提供這兩個網站 給大家去了解 那第一個部分 有關兒童跟少年犯罪預防的這個宣導網 那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犯罪類型 那每一種犯罪類型裡面 我們會把他的一些這個方法跟手段 告訴大家 讓大家可能出國去 不僅這個可以保護自己 也可以預防被害的這一塊 那這個網站 也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網站裡面 有幾個這個部分 特別我們希望青年朋友 可以進去我們這個網站 看一下這個犯罪類型 另外有一個叫OK密集的 那我下一張投影片會提到 我們花了很多的這個時間跟精神 蒐集了很多各種不同的這個案例 那我想這個案例 讓大家了解說 我原來犯罪的這個不同的這個形態 那他有哪一些這個方法 哪一些這個這個手段 那你出國去 遇到這樣一個狀況 你怎麼樣自己保護自己 了解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特別請大家進去看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要特別提到的 我們本來有出一本這個手冊 那因為方便這個青年朋友 或者一般的民眾 上去這個閱覽 所以我們把這個手冊的這個電子檔 電子書把它放到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的那個網頁上去 那特別啊 我會特別提到這個手冊裡面 總共分成八大篇 防搶 防騙 防竊 防暴 防滷 防狼 防霸 防霸 因為那很多不同的案例 那我想大家出門在外 無非希望這個平平安安安的這個回國 那快快樂的出國門 那所以說希望大家這一塊 我們有這樣一個資訊 也希望大家可以上去 針對這個八個部分來提 那我們這個剛剛那個手冊 我要特別提一個這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因為大家出國去 也許很多人已經不是第一次 那很多人也許是第一次 那每一個國家你所在的地方 我相信都是你第一次到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特別在針對我們剛剛那個手冊裡面 我們是依照這個日常活動理論 美國有一個兩個學者Cohen跟Pherson 在1973年提出來一個概念 我們要告訴各位青年朋友 你出國去因為都是一個很陌生的一個環境 但是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 我們常講說與其期待這個犯罪人 或這個加害人不要來傷害我們 我們應該自己要懂得保護自己的幾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要了解這個部分 一般會犯罪發生 它是說要有能力跟動機的犯罪人 要有合適的標的物 要有缺乏監控者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以性侵害犯罪 如果你本身住的這個地方 你觀察過 也了解過很安全 也沒有這樣的人物 那你大概就放心了 性侵害的這個犯罪 特別是女性的這個同學 那你大概就可以放心 第二個合適的標的物 如果你的各種穿著 你的這個出去晚上 這個回來的時間不會太晚 那我想這個言論上 你可能也不會成為被害的對象 第三個缺乏監控者 我們常講說很多的這個地方 你與其走這個遠一點 那這個大馬路 然後地方亮一點的地方 那我想你可能就可以避免 這個被害 因為很多人可以這個看得到你 可以觀察得到你 那犯罪人 他大概也不敢傷害你 所以這三個條件 他告訴我們 你只要懂得觀察到 你周遭的哪一個部分 你把它這個阻擋掉一個部分 那你大概就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成為被害人 那我們以這樣一個概念 希望大家出去 帶一個陌生的環境 先檢視自己周遭 有沒有危險的事物在 這個這個這個你的周遭 那讓你自己住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都很安全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這個理論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所講的那麼多 所以三個部分都要具備的 你可能才會成為被害人 那你阻斷掉其中一個部分 你就免於被害 那你就可以自我保護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這個自己了解這一些的 檢視過了 那你也不擔心說 我那個環境 會誰來傷害我 那我們想 趁這個機會 告訴大家一個這樣一個觀念 那最後啊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有關反毒的這一塊 那我們提供給大家 法務部的這個網站 上面 特別是在認識毒品這一塊 那我們想說大家也了解 毒品很多的這個形形色色 那我們在這網站上啊 有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剛剛教育部的這個 富山市也提醒我們 那就是有關毒品的這個太樣 或毒品的一個 一個長成什麼樣子 很多 很多 這個朋友 可能大家都是 很不錯的這個同學 可能很少看到這一些東西 但是啊 如果上去你瀏覽了 你到國外有一些 Pub 或一些比較 我們覺得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場所 你大概就可以避免掉 吃到這樣的這個毒品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也希望啊 大家可以到我們法務部的這個網站上去 那我想這個 最後啊 這個時間也到了 那法務部啊 希望提供這樣兩個網站的這個資訊 跟一個概念 讓這個出國的這個青少年 朋友或青年朋友 可以這個快快樂的出國門 平平安安的回到台灣來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丁科長 那緊接著嘛 邀請的是 交通部的趙經緯 趙科長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在場的青年朋友 各位貴賓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陸政司科長趙經緯 那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代表交通部 來跟各位青年朋友 來分享關於 各位在將來在國外的 青年度假打工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事情 就像是剛剛 我們外交部有報告的 我們現在 跟這個有13個國家 有或地區 有簽訂所謂的 度假打工的一個計畫的協定 那我們現在國人 各位青年朋友 大概已經有 一萬多人的人數 都已經透過這樣的計畫 到國外去 度假打工 那我想說 所以說 度假打工已經是我們像國人 國內的年輕人 這邊如果要累積生活經驗 或者是學習語文 或者是要增進自己的國際視野 還有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希望能夠存一筆 存自己的第一桶金的一個 重要的人生規劃 所以今天才會有這麼多的 這個青年朋友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來聽這樣子的一個宣導會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朋友 他現在 應該說 上個月 剛結束了 在這個澳洲的 度假打工的這個行程 那上個 然後最近 他現在正利用 這個打工網的時程 現在正在澳洲 自駕 在那邊開車旅遊 那他的學妹呢 現在呢 上個禮拜 也才剛去澳洲 準備展開他的這個 度假打工的這個 這個旅程 那從他們 因為我跟他們還算熟 所以說我從他們的臉書 看到他們 不管是他們按讚的內容 或者是發表的內容 交通安全 這是一個在他們的 度假打工的過程 跟經驗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算是issue啦 也包含說 我們的駕照 在那邊能不能使用 在那邊租車的時候 的保險的事情 或者是這邊發生了一些 交通事故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所以是這些議題 交通安全的議題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交通部這邊 就像是剛剛 外交部所報告的 我們配合了這個 青年度假打工的計畫 我們在我們公務總局的網站上面 有建置了一個 交通安全的宣導專區 裡面就是把我們現在 13個國家裡面的 相關的交通安全規則 要特別注意的標誌標線 還有一些駕照在國外能不能使用的 這個狀況 都要PO在上面 我想說這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網去看 那我們今天交通部 我們在外面的攤位 也有設一個攤位 那有提供一些書面的資料 那各位的青年朋友 在出國之前 都可以先上網去看一看 或者是把我們 我們今天在後面 會發的這個書面資料 來看一看 注意一下你要去的這些國家 比如說像我們國內的話 我們車子方向盤在左邊 我們都靠 但是在澳洲 在紐西蘭 在日本 他們的車子 方向盤是在右邊的 他們的開車方向 是根本不一樣的 那在譬如說在澳洲 你可能會看到說 要注意袋鼠 這樣子一個標誌 那所以這些有些的 比較細節的東西的話呢 建議各位青年朋友 在出國之前 都能夠上網來看一下 或是看看我們今天 所後面會發的這些 相關的資料 讓大家能夠出門之前 都能夠先注意一下 自己到國外的時候的一些 交通安全的一個 所需要知道的知識 那從最後 交通部這邊還是要再一次的 提醒大家 各位的這個青年度假 這個旅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剛剛都提過的 那我還是要必須再做一次的 一個老話一句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 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民安安的回家 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民安安的回家 那所以說也希望各位 將來在你們的青年度假 打工的這個旅程中 那行程都能夠圓滿跟順利 我想說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 那再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趙科長 緊接著我們歡迎的是 勞動部的黃哲上黃科長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歡迎 師傅組長 高梓晴長 然後各位部會的這個 各位長官 然後還有各個駐華的這個 各位代表 以及各位青年學者 還有各位這個 陪同的家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非常榮幸 今天能夠這個代表勞動部呢 針對這個青年度假打工 大家應該要注意的 相關的勞動資訊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呢 我先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為了建制這個度假打工 然後讓大家 這些青年度假打工更為順利 那其實我們在勞動部的網站上面 有針對這個 青年要出國去度假打工之前 會透過這個仲介機構 然後來去了解 當地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內容 那這些仲介機構的部分 我們實際上有提供一個檢核表 大家能夠知道就是說 你在透過選擇仲介機構的時候 他會不會跟你多收了一些 不應該收的費用 有沒有辦法 提供相關完整的保障給各位 那這些有一些檢核表呢 希望大家在出國去這個目的國 做度假打工的時候 先做一個自我的檢核 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 第二個部分是說呢 那原則上我們也會把這13個 度假打工國家的相關的勞動法令 把它整理給各位了解 那也就是說你要去這個國家 去度假打工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一下當地國的法令 當地國到底有提供 怎麼樣的一些薪資條件 怎麼樣的一個勞動條件 那他有提供什麼樣的一些保險 這些東西我想 這些都是因為跟我們本身要去打工的 這些青年學子們 非常密切有關的 所以說大家必須要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事前的功課 那我要必須要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呢 這個國際勞動組織呢 他有提供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勞工公約 第一個部分 是有關強迫勞動 禁止強迫勞動的公約 第二個是禁止就業 以及職業歧視的公約 我希望這兩個公約 大家可以放在心裡面 因為如果你去度假打工 碰到這兩個情況的話 實際上可以跟對方做反應 說你這個已經違反國際勞動公約 而且違反你們的勞動法令了 必須要停止這樣子的一個撥削 或不當的一個待遇 首先第一個 什麼叫做禁止強迫勞動 那就是說 我去那邊工作 你要求我做了我不願意做的工作 你把我的護照 或者是把我的身份證件扣留了 讓我沒有辦法依照我的一字又一字 然後來去做我想做的 或者是說這個勞動企業所規範裡面的工作 這個就叫做這個強迫勞動 那這個部分請大家要自己小心 因為有關這個自己的護照 還有自己的身份的證件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證件 絕對不能被這個僱主所苛扣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是禁止職業歧視 我們要了解到 你到那邊工作的時候 他的工作薪資條件是什麼 他必須要提供給你跟本國人 一樣的薪資勞動條件 你不能說去了以後呢 結果他後來因為你的膚色 因為你的這個語言 或者因為你的國籍 然後給你比較低的薪資 讓你在那邊結果被剝削 被不當的待遇 那這些呢其實是對我們 這些去打工的同學們 是非常必須要重要去重視的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學子講 就是說其實去度假打工 去那邊工作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學習 但是在去那邊工作之前呢 你事前的工作作業 你事前的功課也要做得完整 那我想這些把這個資料做得完整呢 也是自我提升能力的一個部分 那你把這些資料做得完整以後 你到那邊才不會碰到 我們剛剛講的被可扣薪資 被這個剝削 或者是被不當勞動的這樣子的一個 壓迫的一個情況發生 另外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你到那邊工作 其實不是正式的工作 而是打工 所以說你必須依照你所簽署的這個 勞動的契約裡面來去做規範 但是你要簽署勞動契約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哪一些部分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工資 第一個非常重要 第二個工時 你每天可以做幾個小時的工作 超過這個時間呢 是不是屬於加班費的計算 那一般來講很多國家的加班費 會以平常工資的1.3倍 或者1.5倍來去加給你 但是要要求你加班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也會要求你說 你是不是同意加班 他不能因為這樣違反你的自由意志 要求你一定要加班 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個要跟大家提醒 另外就是說呢 那有關這個你要離職的時候 是不是要事前10天 一定要跟僱主講 就是說這些我想要離職的 那一定要邊走相關的一些勞動規範 那以上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基本的一些勞動權益 你們必須要放在心裡面 然後隨時保障自己的權益 最後呢也希望各位學子 去那邊工作打工 吸收很多的經驗回來 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裡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科長詳細的解說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邀請到 是衛生福利部的 陳芬芳助理員跟昭英慧科研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青年朋友在座長官 還有諸華代表組陳芬芳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宣導健保相關的 出國聽不報的相關規定 當然我們這個網站上都有 那至於今天手冊上 我們在31頁 這有衛生福利部的 醫療合作的相關說明在裡面 好 那全民健康保險 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那相信每一個人 我們手都有一張健保卡對不對 那我們從出生 我們就受到這個醫療的保護 好 那在因為是強制性的 所以是不能選擇的 那就是說我們國人在台灣 設有戶籍就是強制納保的對象 那每個月呢 我們每個人都要按時來繳納這個保費 所以我們健保署就是一邊收保費 一手收保費 一手來給付這健保的醫療支付 好 那對於我們每個月都要繳健保費 可是有人會疑問啊 我都沒有用維標的交 要 為什麼要 因為就是要繳納這個健保費 所以健保制度才能繼續推動 好 那有人會疑問啊 那我長期在國外 我在台灣一個社會有戶籍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好 當您在台灣都還有戶籍 可是就像您現在 您要出國打工 那你的健保要如何來辦理 或者健保保費要不要交 好 那我醫療有沒有保障呢 好 那我們針對這樣子 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假如你現在要出國了 那你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 你繼續繳交保費 在海外有醫療的緊急醫療 可以得到這個保障 那你就不需要做任何的申請動作 那另外一種選擇就是你選擇停保 選擇停保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你選擇辦理這個停保 你就是不需要繳交保費 那但是同時的 醫療也沒有給付給您 如果你在國外有緊急醫療 也不能給付 所以當你選擇辦理這個停保的時候 你必須有一個動作 你必須要去辦理 要辦理 那這個辦理停保 有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說 條件啦 就是說你要六個月以上 好 那我比喻一下 假如您一月出國 你預計八月回來一下 那一兩天 要不要辦 要不要辦 還要再辦 因為我們 好 請下一位 因為我們你辦了 辦了停保以後 你每次反國 你都必須要辦理一個付保動作 辦你的付保以後 他這邊所謂說 要等三個月是說 你必須繳那三個月的保費 比如說你們八月回來 那你就要繳八九十 那但是你說可是我八月中旬就要出去啊 可是可以讓你先預辦 預辦停保 因為你機票可能都預定好了 好 那我們來綜合剛剛的 這樣子的說明 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講說假如我們要辦停保 第一個就是說你必須要去辦理 第二個就是你必須有六個月以上 好 那我現在問大家囉 各位青年朋友 假如您預定 你一月一號出國了 那你預定是八月才回國一下下 可是你在中間啊五月 就是有事回來了 那這停保算不算 停保是不成立的齁 因為我剛剛有講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喔 他必須六個月以上 那萬一你五月回來了 那你就是要追繳一月到五月的保費都要 那等到你出國你再選擇 好 第二種情況是說 你已經 你已經辦了停保 那你現在萬一在國外緊急醫療怎麼辦 我打電話其實我沒有遇過民眾這樣 他已經選擇辦你停保 那保費也沒有繳 所以呢 我的醫療我不會給付的 他打電話回來說 我現在要辦復保是不行的 停保是用你出國日 那你入境日才能辦復保 所以這一點是大家要清楚的喔 就是說你辦的停保在國外是不能 打電話回來說我要復保 一定要入境以後才能辦復保 辦復保要繳交三個月的保費 每一次都是單次的選擇 所以你八月回來 你必須再選擇 比如說我還是要選擇停保 那我就可以預辦 比如說十月的停保這樣子 好 那至於說好 那這個就是停保 我已經選擇辦理停保 而且我也停保案也有成立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我在台灣 我在台灣我不選擇停保 我繼續繳納保費 當然繼續繳納保費有兩種方式 來可以委託金融機構代表 或家人幫你代表 那你在國外如果發生緊急醫療 如何來申請這個合退 那現在由我們趙小姐來詳細說明 這一部分醫療合退的部分 謝謝 如果各位去選擇繼續加保化 那在海外緊急醫療化健保署是有補助的措施 那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第55條56條 及全民健康保險自電醫療費用核對辦法 那保險對象於地區外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 需要當地的那個醫事服務機構立即就醫者 那事後在就醫六個月內要提出申請書 費用收據要檢據費用收據及明細診斷書 那如果有住院的民眾的話 他需要減付出院病例災藥 另外要減付當次的出入境的證明文件 那向健保署當地的業務組提出申請 那在核退標準部分的話 我們會依保險對象所檢據的診斷書 那送我們的專業醫師審查 那如果符合緊急不可預期的疾病的話 那健保局會依健保的給付規定核付 那這邊我們有定有核退上限 那這個核退上限的話 我們是依支付特約醫學中心的平均價 來作為上限的標準 那這是近一期的核退上限 那門診每次是給付是2043元 急診每次是3543元 住院每日上限是7928元 那這次跟各位再重申 健保是一種強制保險 那主要是照顧我國民眾因傷病 在我國實行的醫療 如果出國遇到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的時候 才能依健保法55條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但是我們核退的內容是 一 以事切合理 那必須是以緊急處置為限 所以我們剛才也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核付核退費用上限的規定 所以沒有辦法比照事故國家 醫療費用標準來全額補助 那如果各位到醫療費用相對高的國家 我們建議你們可以考量 加買海外突發疾病醫療的保險 來補齊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的 那個 停退保的一些規定 還有我們的製電醫療費用核退的一些 相關資訊都在我們建模署網站上都有 那在這邊的話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 這次海外度假 能那個快快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來 那也不要用到我們這個緊急就醫 核退的補助比較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金融建築管理委員會的 蔡霍言 蔡專門委員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好 各位長官 還有各國駐華代表 還有各位各部會的余會代表 以及各位家長 還有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金管會保險局蔡火炎 那今天很高興啊 能夠代表金管會來各位 跟各位宣導這個保險的這個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海外度假打工的青年 為什麼需要保險 那因為我們前陣子呢 有這個媒體報導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 海外度假打工青年 在國外發生這個受傷 那需要醫療 所以有發生了一些 比較龐大的醫療費用 那其實呢 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這種醫療費用其實是可以透過呢 事先透過這個商業保險的機制 來處理 就是說 如果呢 這個有事先投保商業保險的話 那將來在發生保險事故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保險的機制 來幫各位分攤 彌補這個醫療費用的一個經濟上的損失 那因為度假打工的青年 其實你在國外打工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危險存在 所以因此呢 應該還是要事先規劃這個人生的保險保障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 各位青年朋友在出國之前 能夠跟這個各產售險公司 去洽詢一下有沒有這個適合的商品 可以來進行投保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青年朋友需要什麼樣的保險商品 因為之前在這個中南部 也分別各辦理了一場 那我們也聽到一些青年朋友的聲音 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需要的是一個 醫療保障的一個商品 那其實現在呢 各公司也有很多的這個 醫療保險商品 只不過呢 可能有部分 假使說它不是用主約的形式在銷售 它是用復約形式在銷售的話呢 其實各位也不妨考慮就是說 你們也可以買一個受險的主約 那麼再搭配這個醫療的復約 那麼這樣搭配之後呢 其實你的醫療保障就可以有了 那如果假使還是不夠呢 你還是可以再選擇一些傷害保險 跟傷害醫療保險的保障 來提供你們度假打工 這段期間的一個保險需求 那麼另外就是說 可能還有一個要附帶一提的就是說 那個其實很多公司 它是有提供這個免費的海外疾難救助的服務 那麼各位可以跟你的投保公司洽詢一下 因為海外疾難救助的服務呢 它是有一個提供的條件 那各公司提供的條件不一樣 那為什麼需要有這個呢 主要是說 如果你在海外呢 萬一發生這個緊急醫療 這個醫療費用呢 假使說比較龐大的話 其實你可以透過這個海外疾難救助服務 來幫你先做這個 代電醫療費用的一個處理 當然這代電並不是說 這回國之後還是必須償還 只是說先讓大家應急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說 目前 現在產險公會跟受險公會 以及我們經管會保險局的網站 我們在首頁的部分都已經有建置了這個度假打工專區 那 青年朋友可以到這個度假打工專區呢 去看一下相關的保險商品 如果 假使你是採取這個網路投保方式的話呢 你在這個度假打工專區 它會有一個連結到網路投保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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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如果 那 如果你 一個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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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這個 應該要先購買 我們建議說你們其實可以到 保險公司的各個服務據點 去直接跟他們投保 或者是說透過你認識你熟悉的保險業務員 幫你做一個規劃 那填寫這個投保流程 我想這個都要參閱 那再來就是有關續保的部分 續保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如果有些青年 他保的是一個一年期以下的保險商品 那你可能在國外 你會碰到這個保險到期的情形 那麼你可以透過幾個方式去辦理這個續保 那麼這個部分也可以參閱 現在你們手上那個手冊 第37頁到第40頁 那這邊我就簡單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以成年人的部分 你其實可以透過這個網路投保 網路投保的方式來辦續保 那做法就是說 你先到保險公司的網頁 那個網路投保專區 去申請網路投保的註冊會員 那麼接下來就進入這網路投保的頁面去做操作 那值得一提就是說 這個繳交保費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這部分是有限定說 要用本人的信用卡或本人的一個帳戶 這樣子才能夠做網路投保 那麼如果假設用書面續保的話呢 原則上就是到公司的網站去下載相關的文件 那因為你人在國外 所以你這個文件還是要經過這個住外 住外館的一個文書驗證 那做好之後就交給保險公司 那未成年人的部分 因為他是只能夠用書面續保 所以這部分呢 原則上跟剛才這個 以成年人的書面續保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多了一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那以下兩頁就是說 如果你的法定代理人是在國外的話呢 那這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也還是經過外館的文書驗證 那到大陸地區的話也是一樣 不過這個大家參與一下手冊 好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還是最後建議說 還是親人朋友檢視一下你的這個 投保的需求 那出國前去完成投保 那相關的資訊可以到 產壽檢工會還有新廣會保險局的這個 網路投保 渡假打工專區去查詢相關的資訊 以上報告 那也並祝各位 這個渡假打工順利愉快 謝謝 好那最後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朝委文會的賴金城賴科長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在場的助罰代表 還有這個各部會的長官 各位青年朋友以及家長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青年租賺打工跟我們跟喬委會有關聯的主要的A5有兩項 一個就是運用這個僑民的緊急聯絡網來提供 一些族缺的一些租訊 海外打工一些租資訊 那首先我就談到第一項有關這個僑民服務網的 僑民緊急服務網 這個是僑委會本來在海外在民國97年的時候就已經有設立一個 一個這樣的機制 就是利用在海外的資源 就是包括一些僑民 僑團 還有那個 這個一些這個僑務農業職人員 這些資源 用這些資源 來這個 來為萬一這個僑民有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候 能夠這個緊急的通報 而且聯繫 同時要這個 做一個一些的這個 措施一些這個服務措施 那麼在102年初的時候 那個青年獨家打工 這個業務也就是循了這個機制來進行 那我們這個我們海外在僑委會除了就是說外交部有這個租外管處以外 僑委會在這個13個這個均定這個青年獨家打工的這個業務裡面 有幾個地區我們設有僑務那個僑教中心 像比如說是雪梨 像比如說是那個布里斯本 還有像比如說都倫多 這個都有僑教中心 另外像這個 資本 韓國 這個 英國 德國這些 我們都有駐外的 排外的這個 這個僑務人員 那平常的時候 如果說各位青年朋友到海外 度假打工的時候 最好能夠聯繫我們這些這些單位的人員 除了這個聯繫這個人員以外 另外還可以聯繫台商會組織的一些團體 那如果說是像我們平常我們的僑教中心 或者是我們一些僑團 或是社會一些僑團他們在辦一些安全講習 或者是有關於勞工權利的 或者是有關於法律諸詢方面的各種講座 那一方面從中可以像一些勞制就婚 這些中等問題 可以在那邊得一些初步的一些知識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參與這個僑團的一些活動 那跟我們這個 跟我們的一些 海外的住外單位能夠取得一些聯繫 那如果遇到 緊急的情況的時候 遇到這個急難的時候 那就是透過這個緊急聯絡網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利用 我們這個僑教中心 或者是我們的住外人員 就會運用這個 這個手機 跟這個我們的僑團 或是我們的僑藝職人員 或者是一些熱心的僑胞的僑民 取得聯繫 然後緊急來協助處理 那如果說在我們這個僑委會沒有派置的地方 沒有派置的中心或者是人員 我們也可以透過外交部的 外交部他們 外交部本身有一些聯絡的 一個聯絡點 或是聯絡人 也是透過那個機制 也可以取得很多的協助 另外第二項是有關於 這個有關於僑民 這個僑台商的租訊網 這個租訊網可以提供一些 因為我們這個海外的台商會相當多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海外的資源 那這個這些台商會他們有時候會提供一些 一些那個足缺的資訊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我們如果說到海外去的時候 也可以得到 跟他們這個多多聯繫 遇到困難或是一些軟體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協助解決 所以說 總而言之各位親愛朋友如果到海外去的時候一定要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要 要恰恰海外敲台商團體的一些聯絡資訊 這樣的話 這個今年朋友的話就可以 可以這個 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得到一些協助 以下報告謝謝 好謝謝科長 那相信透過以上我們各部會長官一些說明之後 各位青年朋友都獲得不少使用的資訊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觀賞關於外交部青年度假打工的相關的影片內容 來去 我們小酒來去 我們來去來去青年度假打工 朋友啊 度假打工是現在青年最流行時尚的活動呢 別告訴我你還不知道 現在外交部已經和13個國家簽訂了青年度假打工協定了呢 這樣啊我們就可以全球跑透透 爭廣見聞 人生變得超級彩色的啦 所以接下來要跟你介紹一下 度假打工三部曲 不是啦 還有是出國前準備 俗話說得好啊 事前準備好萬事沒煩惱 出國前啊除了一定要有護照 度假打工簽證 還要買好旅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畢竟啊事先買好保險 凡事就有保障 當然最好是費額不用 但需要時就不用煩惱啦 然後記得千萬要記得 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填寫 出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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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這樣即使身在國外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喔 最後就是要收集資料 了解當地國的各項相關法規 好 準備好了首部曲的工作之後咧 咱們就出發吧 沒準備的不准出發喔 度假打工二部曲 出國後注意事項 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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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啦 喔 我就不記得了啦 喔 你怎麼不記得了 出國後到了當地 記得打電話跟家人報平安打個卡 順便也要跟台灣住當地的代表處 或是辦事處聯繫喔 上建立雙重聯繫 有事情啊 才能通知你 對嗎 人 身在國外 一切要入境隨俗 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 當地的法令規則 這樣才能萬事平安 沒事 還有 簽署 有打工契約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耶 避免做黑工 也要特別注意 雇主有沒有幫你買打工保險喔 不然啊 被耍了你還在那裡 老虎 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另外一定要注意七不五要 老師在講還不趕快 哇 重點 招起來 通通背起來啊 尤其交通安全很重要 在澳洲 英國 日本等靠左行駛的國家 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啦 像過馬路時一定要注意 先看右 再看左喔 最好是兩邊都看清楚啦 開車的話 尤其要了解當地交通規則 和交通號制 想了解更多資訊 你還可以上網查詢 交通部公路總局 青年度假打工專區喔 還有啦 出國前 原來國內的健保最好繼續保 另外再加買適合的 海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政府也已經開放 通過網路買保險啦 詳細規定可以上 金廣會保險局青年度假打工 專區查詢喔 中共一句啦 只要七不五要做得好 包你度假打工快樂出門 平安回家 最後度假打工三部取之 光榮歸國 回國後啊 心中肯定是酸甜苦辣 忘不了 忘不了 那麼就趕快跟 分享珍貴的度假打工經驗 和建議吧 總之啊 凡事傳好誰 度假打工就能Easy Go 想知道更多度假打工資訊嗎 那趕快上 外交部度假打工專屬網站查詢吧 來去 我們小姐來去 我們來去 來去度假打工囉 好 那我們欣賞完了非常精彩 也非常具有實用資訊影片之後呢 我們待會兒會先中場休息十分鐘 那下一個階段回來之後 我們還要邀請駐台代表來做一些資訊的提供 還要邀請我們度假打工青年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剛剛大家在外面都有看到 我們今天有邀請一些相關攤位來設置攤位 那待會兒呢可以請青年朋友們到外面做個參觀 那以及我們有準備一些小點心可以讓大家做個享用 好那我們現在讓大家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要首先先邀請 我們匈牙利貿易辦事出的楊峰副代表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歡迎 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非常的榮幸 我今天可以介紹匈牙利 度假打工 今天你們已經聽到了很多台灣重要的一些資訊 關於這一方面我想要補充一下 比如說今天有聽到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去國外一樣 就是你去歐洲或者來匈牙利的話 當然你不可以把你的護照給你的老闆 他不可以控制你的自由 這是你基本的權利 所以你不可以把你的護照防開一樣 你的信用卡 信用卡就是去禪訂的時候 吃完飯後付錢的時候一樣 也不可以給服務生 然後服務生把你的信用卡帶到後面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會 還是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所以你的護照 你的信用卡 你都要好好的控制下來 好好的保留 如果要福建 你要跟著信用卡一起去 OK 好 那今天我想要講一下 匈牙利自由方面都不要擔心 因為你們應該有應該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 聲明陳柯貴 愛親家耿告 若為自由故 兩支捷克報 聽到嗎 好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匈牙利佐家的一個重要的說法 所以大家要記得 那時候 19世紀的時候 他 他又講出來 那時候有一個大的革命 那個革命 雖然沒有成功 可是 以後匈牙利 這個 匈牙利 變成了一個 奧匈敵國 奧匈敵國 那 這是我們 布達 布達的城堡 國王的 那匈牙利 跟 跟那個 台灣 有很多 很多一樣的 因為我們把 信也放在前面 我的信 是 所以 我們 介紹的時候 我們都是把 信放在前面 而且 一模一樣的 因為剛剛 有聽到一些 台灣人 想要去匈牙利 他問 在匈牙利 可以用什麼語言 那匈牙利 1989年的時候 變成了民主國家 所以 從那個時間開始 我們變成了華人的港口 所以有 國校 中學 大學 都有中文的 課程 所以 在匈牙利用中文 英文 都可以 在 布達佩市 也可以溝通 跟人家溝通 然後 有很多工作 集會 可以 在餐飲業 餐廳 旅館 這方面 工作的 那 這是匈牙利的國際 然後 你們 來匈牙利的時候 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 特別注意的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 也是很像 台灣人吃的東西 有很多小吃 那個 煮穴 喇唱 還有一些 一些 惡葬 我們都很喜歡 所以 你們不會 不會太 太想家 帶一念 都 都沒有問題 在匈牙利 而且距離也不會太遠 大概 有 有四三個總統 可以做肥計 到 到那個 匈牙利 布達佩市 那 這邊 我們 有 西邊 有 整個歐洲最大的 膽水湖 這邊 有 很多 葡萄酒園 所以 如果在 農業方面 想要工作 或者有一些 了解 對葡萄酒 或者 對 對 農業 因為 匈牙利的西邊 是這個 它快100公里長 真的 周圍 有很多葡萄酒園 還有 種 種 魚米 種 小麥 我們是全世界出口 魚米的 第二最大國家 所以 這一方面也可以 照 工作 那 我們的 土地 大概台灣的 三倍 九萬平方公里 然後 人 人口 大概台灣的 一半 一千萬 可是 你如果去匈牙利的時候 也可以 我爸集會 也可以 學習一些 一些 匈牙利文 因為 在匈牙利附近國家 大概還有五百萬的匈牙利人 所以 透過匈牙利 雄語 你可以 可以把台灣的文化宣傳一下 然後也可以 擺放一下 我們附近的國家 我們有七個鄰居國家 我們在歐盟的 總建 每個方向都有高速公路 所以 交通也很方便 所以 歡迎 歡迎大家到 到匈牙利 獨家打工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然後 一路孫風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匈牙利代表處的 楊峰副代表 緊接著我們 歡迎的是 斯洛法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的 柯維斯副代表 請大家的掌聲歡迎 歡迎 早安 我申請 我不是說中文 我會說英文 但我會說很短 不要緊 我會不會很麻煩 我的名字是 Patrick 我從 Slovak Economica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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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語言,不同 currency, but we are the same people.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Slovakia and Taiwan launched in November 2014, last year. Till now it was around 40 working holiday visa issued. And a lot of young people from Taiwan are interesting for working and for studying. I'm always telling them it's better to start with studying and then go to working. It's easier to know more about Slovakia and Slovak culture and people and then starting to look around for some job opportunities. I know most of them here are not speaking Slovak language, but it's not a problem if you are speaking English.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Slovakia. So it's no problem to find a webpage in English and to try to find a job in English. Also if you can be interesting, you can also working for some Taiwanese companies which are in Slovakia. Like Delta, Foxconn and AU Optronics. They have factories there. So maybe you can try to find a job through this Taiwanese company. And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is for studying exchange programs. So you can go through universities as an exchange student. and then after half a year studying in Slovakia, you can try to stay one half year and to enjoy Slovakia or you can try to find some job. Documents which we are requiring are a criminal record then air ticket return air ticket or one way ticket and we need your bank statement and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insurance. We are taking care of your health insurance in Slovakia. One year is a long time so I don't know the person who will during the one year know be sick. So be really careful for insuranc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and for your safety in Slovakia. Sometimes could be hospital very expensive so it's better to be prepared for it. Me and my colleague Vicky in our office are open to you anytime. you can call us or you can send us email if you are interested more. Of course you can find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our website or our Facebook and I saw also the Facebook fan page for Slovak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so try to look inside and of course share information with other your friends and it's the best way how to know more about Slovakia and how to survive or how to enjoy the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年轻朋友,各位台湾部门官员的朋友,还有媒体朋友,谢谢你们都来这边参加青年海外大共独家宣导会。 我是澳洲班师处的副处长,傅里斯,还是Race Forsyth。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还不太好,可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们报告。 我很荣幸今天可以为大家介绍到澳洲大共独家的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更多澳洲青年跟台湾青年朋友有交流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很欢迎更多台湾的朋友到澳洲来玩。 你们知道吗?澳洲的面积虽然是台湾的213倍,可是我们的人口跟台湾一样,都是2300万人。 我们很荣幸经济学家人杂志,那是那个Economist Magazine,将澳洲立位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国家第一名。 超过43%的澳洲人是在海外出生的,或者父母其中一方是来自其他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国家非常有多元化。 在澳洲,你可以听到超过200种意义上的语言,而且有15%的澳洲人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 我们的原住民保存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陆。 在澳洲,你们不只可以短期工作,还可以学习新的技能,而且联系英文,所以有非常多的机会。 各位朋友,想到澳洲大工读找的朋友,你们要注意,从进入澳洲的第一天开始,你们最多可以停留12个月。 可是,你在想一下,在一些特别的行业工作88天的话,才能延长多,延长到两年。 而且,台湾的朋友是延长大工读找的,成长的人数最多,所以可见他们在澳洲的经验真不错。 我们相信,你们到了澳洲,一定会体验到很多有趣的事情,这些都是一辈子珍贵的会议。 那对台湾学生来说,澳洲是出国金属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澳洲是唯一没有人数限制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去年有差不多3万台湾年轻朋友来澳洲大工读家。 你们知道,在澳洲的大工读家经验中,哪一个国家是人最多? 其实是英国,可是台湾算是第二名。 那,想到澳洲吗? 如果你有中华民国护照,而且你的年纪在18到30岁之间,欢迎来到澳洲大工读找。 其他的资讯,你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在哪里找到更多的资讯。 到了澳洲以后,真的要找工作。 那,你可以向公司直接申请工作。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台湾年轻朋友,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来澳洲的话保持安全。 所以,一些事情你要注意。 所以,在澳洲,我们开持的方向是靠左走。 澳洲也有很多的美丽海滩。 可是,有一些地方要小心,因为波浪可大。 那是关于那个找到工作的网站。 所以,这是我们广方的网站,是可能比较安全的地方可以找到工作。 好。 所以,我也应该提醒大家, 从今年7月1号开始,来澳洲打工读找的北宝壳,要开始教学。 那,税金是收入的32.5%。 所以,可是呢,是像其他澳洲人一样。 在澳洲,每个收股住者有得到最低公司的传利。 所以,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可以联络澳洲公平工作申诉转员,请他们帮忙。 他们也提供专闻服务。 所以,不要担心你们的英文不好。 所以,就是在这里,这个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他们联络。 好。 还有一些事情,比较轻松的事情,你也在澳洲要注意。 就是,我们的礼遇跟美国有一点不一样, 跟其他说英语的国家有一点不一样。 比方说,在美国,他们说石油是gas,可是我们会说petrol。 那,美国把糖果叫candy,澳洲人叫lolly。 美国把人形岛叫sidewalk,我们会说footpath,所以这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澳洲朋友非常愿意跟你们介绍这些事情。 好,那,你们去澳洲的话,我们也请你们碰到澳洲年轻人的话, 应该鼓励他们也来台湾打工独家, 因为我们希望有比较多的澳洲年轻人可以体验这么好的台湾生活。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质疑任何其他的问题, 或者你们要更多的资讯,可以去我们的FAB,我们的脸书, 在那里找到更多的资讯,或者我们的网站。 非常感谢你们。 那,你们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问我。 我的,当然你已经知道,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请说满一点, 可能我会用英文回答。 谢谢。 好,那因为我们的副处长待会有时候先离开, 所以说,是不是有青年朋友就澳洲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先提出来。 好,来,中间那位同学帮我们递一下麦克风。 您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要第二次,就是二千的话, 需要有什么资格或条件。 如果你要申请到第二年,你们至少要在乡下比较便宜的地方工作八十八天, 那你也应该在一些特别的行业工作, 比方说在那个狂野或者在农业,在乡村这些地方, 如果你在哪里工作八十八天,就能申请到第二年。 好,来,后面还有一位。 你好,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个新的税制要收32.5%的, 是说从今年开始,还是说从明年7月一号? 因为我听到的消息是说,现在那个他们会议, 那个议会里面还在表决当中,就是现在是已经确定了, 还是还没。 谢谢。 好,这个是我们澳洲联邦预算的一部分。 那这个,根据我所了解,还没通过我们的国会, 可是,那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 从今年7月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会通过国会,然后要交税。 那我了解,没有人希望交税。 那是我们非常了解,可是我们在澳洲, 我在澳洲都要交税。 而且,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有,那个, 维持工作传利的措施。 因为你交税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税局, 税部门,知道你在,你的收入怎么样。 所以从那个,他们可以确认你收到那个最基本的工资,等等。 好,来,中间。 那个,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就是,2000的制度是,就是在偏远地区工作满88天嘛。 但是因为我不确定说,假设如果我去澳洲打工度假, 我是使用交换时数,HIPX的话, 目前还可以试用这样子的情况吗? 还是现在的2000一定都要用有新的制度才能够使用? 这是一样,所以还是, 88天,所以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而且,如果你们不知道在哪里工作, 为了得到那个第二年, 我们的移民部,在他们的网站上, 他们有每一个地方,在哪里可以工作, 让你知道你在哪里就能申请第二年的钱奖。 那,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吗? 对不起,因为今年在澳洲的部分有发布很多, 就是一些政策的改变嘛, 那我是想要确认说, 因为以往如果申请就是2000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在一级产业, 像农牧、榆林, 它才有符合2000的这个资格, 但是因为有一些雇主, 它是像是国际的交换组织, 像是HIPX这个系统, 它是属于就是no pay的, no pay job, 就是no pay job, 那这样子no pay job, 它还有符合所谓就是2000的88天, 这个制度的资格吗? 我觉得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那些改革还没完全通过, 所以最好的就是看移民部的网站, 他们在未来会有这些信息, 会介绍有没有任何变化, 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变化。 好,我们是不是还有青年朋友, 我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 好,中间那位同学。 你好, 我是从澳洲打工度假回来,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问题是, 当台湾打工度假的人, 去到那边以后, 虽然口口声声都希望说不要做黑工, 但是我在那边我发现很多工作, 它是限制住的, 譬如说它只限当地的居民身份, 请问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 可以专门提供给打工度假的, 背包客的一些职业介绍所, 或者是一些服务的网站。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有任何问题, 碰到任何问题的话, 在哪里可以找到帮忙吗? 就是。 我再重复一次我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 那边的很多工作, 是指提供当地居民身份, 才可以搜寻, 或者是提供服务工作, 并非提供给背包客, 这些临时工作签, 它最多只提供给工作签, 或者是永居, 或者是当地公民, 但是没有提供给, 像我们临时签的背包客, 所以很多背包客, 不想要做一些非法的工作, 但是会因为, 实际上变得要做这些工作。 好的, 像在我的报告上说, 有一些服务, 比方说, 那个jobsearch.gov.au, 就是丈夫的, 丈夫成立的, 所以比较, 比较正式的地方, 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而且我们有那些其他的可能, 你们知道, 就是seek.com, 或者其他的网站, 对这个jobsearch.gov.au, 在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等一下。 第二部分, 关于法律的工作, 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好, 那非法工作的方面, 当然, 那是完全不可解释, 那如果你质疑, 你申请工作的时候, 那些鼓注期待, 你会非法的工作, 或者会希望你, 为了比较低的薪资工作, 你应该把他们的名字, 报告到我们的Fairwork Ombudsman, 就是, 我以前提到的一个, 这个部门是, 这个, 如果你有任何质疑, 你觉得, 这个鼓注, 这依赖这个非法的工作, 你应该跟他们联络, 报告,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 对方出效这样的事情,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的 山田洪志主任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山田来日本交流协会来的 但是我的中文说的不好 不好意思 今天我说理文 但是别担心先我说理文 然后请小姐突然说的中文 谢谢大家 本日はこれから 日本と台湾の working holiday制度の内容について 簡単に説明いたします 短い時間ですが 皆様のお役に立つことを祈っております 时间比较短 希望今天的解说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本と台湾のworking holiday制度は2009年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打工住家制度是始于2009年 この制度は台湾の青少年が今以上に日本の文化や一般様式を理解できるように 機会を提供することが目的になっています 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给台湾青年能够有机会 体会日本文化及日常的生活方式 そのため最長で1年間日本で生活する機会を認めましょうと その間不足する滞在費などを不足するために アルバイトを認めましょうという制度です ここで注意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 いわゆるドゥジャーと打工の関係です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の主目的はあくまでドゥジャーであって 打工は主目的を補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打工度假的主要目的是度假 而打工则是被定位在付助主要目的的地位 したがって日本でですね 仕事を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けども 打工というのは主目的を補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也就是说持打工度假制度签证到日本 可以在日本工作 但是打工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一方ドゥジャーにはおおむね今からいう活動が該当します 符合度假的各項活動如下 日本国内で観光を保養すること 在日本国内的观光 日本の文化を学ぶこと 留学には当たらない短期の語学留学をすることなどです 留学之外跟短期的日語学習 あなたが日本でやってみたいことが これらドゥジャーに当たらない場合は 例えば大学などの留学 企業への就職が主な目的であるならば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ではなく 別の資格の最小の手続きをしてください また大学の事業の一環として 日本の会社等で実際に現場の仕事をして お金をもらうという いわゆる実施のために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制度を使え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考える方が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この制度はいわゆる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といわれるもので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とは別の制度が定められています 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を希望する方がいれば 学校を通じて別の手続きを行ってください 次にですね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で日本に生活する際 基本的に何の制限もありません 日本人と同じように日本の生活をしてください ダーコンの方面でもですね ある職種に注意する場合にといて 一日の仕事時間の制限とかはですね 所得の制限も一切ありません 制限される職種というのはですね いわゆるバーやスナックなどの夜の仕事で 接客をすることですとか パチンコ店などのですね 付属営業関係の仕事になります これらの仕事をすることは 法律で認められていません もし今言った仕事をこっそりやっている人がいたらですね どうなることを言いますと 例えば日本の警察や入国管理局に見つかった場合 最悪の場合逮捕裁判 強制送還という結果になり 今後日本に入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如果偷偷的在那些風花場所工作 被日本警察或者入国管理局发现了 最糟糕的状況可能会被逮捕 被起诉甚至于被強制遣返 以後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去日本了 次に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差症をですね 発揮対象者はここに書いてある通りです 見ていただければ分か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要点のみ説明いたします まず1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 基本的には台湾に住んでいる人が条件になっています 次に2番について これ年齢制限があります これは毎回ですね 交流協会のホームページに書いてありますので 確認して必ず申請してください 第二点是年齢上有限制 那我们每一次開放申請期間 都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会公告符合条件的年齢范围 請一定要確認之后再提出申請 次4番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差症は一生に1回です 2度同じ人に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差症が出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那第4点 就是打工度假签证 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 我们不会发给一个人两次的打工度假签证 次にですね 殺症発券数についてご説明いたします 接下来是关于核发件数的说明 1年を全校期の2回に分けて申請を受付ています 我们一年分为前期跟后期2期来受理申請 これまでは各期1000件 合計年間2000件でしたけれども 各期2500に増えですね 2015年以降は年間で5000件のビザが出せようとなりました 原本每一期是1000件 一年总共2000件 那从去年2014年的后期开始 每一期增加为2500件 也就是2015年以后 每一年总共有5000件 なお表の通りですね 台北とガオションで 毎回合格者数が違います 像图表上所说台北跟高雄的合格人数 好像有不一样 これは各事務所に来た申請者の数に比例して 合格数を計算しているためです ですので台北とガオションの合格率は全く一緒です どちらが簡単ということは一切ありません 我们台北跟高雄事務所 两所的合格率是一样的 没有说哪一个所比较高 哪一个所比较低 ですので Working holiday 最初の申請は 皆さんの都合のいい事務所の方で申請してください 避免大家对这个 哪里比较好申請的这种疑慮 所以打工度假签证 开放你自由选择 在台北或者在高雄提出申请 ただし最初の受付は 必ず申請した事務所で行ってください 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您在哪里提出申请 如果合格了 就只能在哪一个事務所来领政 簡単ではありますが一旦ここで終わります 最後まで入れ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ので もしご質問がある方があれば 挙手で回答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簡単で 就是我们简单的报告到这里为止 好 我们谢谢精彩的讲解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 驻台北韩国代表处的 江明九 江研究員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领事科研究员张明九 今天很高兴终于来到第三场选导会 好 那韩国打工度假签站 介绍之前我先问一下 这边谁要打算去韩国打工度假 请举手 跟台中一样比台中多还好 没关系我今天开发的新市场也蛮大的 好 韩国是怎么样的国家呢 正式名称大韩民国 首都索尔 官方语言韩国 人口跟面积大约台湾的两倍 所以其实人口的密集都差不多 然后就货币是韩元 这是我们的国画观国旗 你去韩国的话会常看到的 韩国的打工度假签站是每年12月 我们官方网站上面会公告 隔年度的打工度假办理办法 每年的打工度假办理办法 有点不一样 所以就看一下今年度的 你要申请明年的话 今年的12月的公告 那我们申请期间是 1月第一个工作天到额满为止 今年的话 第一个工作天是1月5号 然后我们是受建到1月19号 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快点过来申请比较安全 那韩国是跟22个国家 有开放打工度假签证 台湾是其中一个 我们是2011年度开始 今年是第五年 到现在为止大概1700个人 700个台湾人申请韩国的打工度假签证 打工度假签证 我们有有一些限制 工作时间 总共只能工作1300小时 读院学校 总共只能读780小时 那最长可以停留一年 然后最重要的名额是400个人 那一样就有些特种行业的话 不能从事 那种需要执照的 或者是需要特别经验的一些工作行业 是不能从事 所以注意一下 或者这边说的那个中文补习班的老师 也不行 可是就你跟你的朋友 一堆自己就交朋友 然后拿钱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你是就自己打工赚钱的 不是在补习班正式上班 可以参考 那谁可以打工度假签证呢 其实打工度假签证精神 每个国家都差不多 有年龄限制 18岁到30岁 我们是含30岁 所以明年的话 1985年还没过胜率的人的最后一年的机会 不要错过 其他都差不多 只是给年轻人的优惠 那看一下具体一点的具备文件是什么 一定要本人申请 只能在台湾台北的韩国代表不申请 我们全台湾只有台北有办公室 然后在韩国内也不能申请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韩国大使馆也不能申请 有效护照照片 台湾身份证户籍等本没问题 那最高学历证明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可以 没关系 都给我们毕业证书就好了 或者是你在大学 在学当中的话 在学证明书也可以 然后五犯罪记录 这个去警察局开就好了 那健康证端书 这个有格式 我们网站上有po 这是台湾卫生署指定的仪表 去大医院你跟他们说 你要用仪表体检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然后存款证明书 美金三千以上 然后这个其实投保证明 我们之前 其实没有真正收投保证明书 今年才开始真正收到投保证明书 所以每年的规定有点不一样 参考那一年的规定比较保证 然后打工度假计划书 自己写一写 拿A4一张写一写就可以 那我刚刚说的具备文件里面 没有韩文检定考试的 什么成绩单之类的东西 可是不要误会 你不会讲韩文 那去韩国当然找不到工作 那当然就生活比较困难 所以你要只是提前学好韩文比较好 那已经拿到打工度假签证 你不用付那么高的大学 辐射的原中性的学费 那就可以参考这些 我们政府提供的免费 韩文课程 或是网络也有很多 韩文课程 去之前就参考一下 这些是去之后要 可以住的一些民宿 清廉旅舍之类的 那找房子也是我们有 五九五一之类的那些 其实跟台湾差不多的 网路周信 所以跟韩国台湾差不多了 其实生活习惯 社会现象都真的蛮相似 只是人家个性比较急 一直说快点快点 巴里巴里的国家 那就位活动 那最重要的 怎么样找到工作呢 也一样我们有专门 外国人找工作的网页 可以参考 或者是有一些人一直问我 我要去农场工作 那韩国跟台湾一样 没有给专门给外国人 工作的那种大规模的农场 那我就帮你们找一下 一个农场师 这是全球游击农场 志工组织 只是他们提供吃的 住的 可是没有给你薪水 刚开始去韩国 不知道住哪里 然后做什么的时候 去那边 其实交朋友也不错 那我们的韩国的最低 今年的最低时薪是 五千五百八十韩元 每年不一样 每年都增加 然后其实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的雇主不给你这个实行 或者是有一些 很大矛盾的话 其实找一下雇佣劳动部 这边有中文职信 然后就跟他商量一下 你跟雇主有一些问题 那你有赚钱的话 要报税 一定要报税 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有报税义务 每年五月 其实我们国税局 专门就可以申请报税 可是你是外国人 可以随时离开韩国 那离开韩国之前 一个月可以开始 去国税局报 那这是国税局的电话号码 那另外一个义务是 一分钟 另外一个义务是 一定要办理外国登陆证 没有办理的话就不行 这个是非法的 没有办理外国登陆证的话 九十天以后的期间 变成非法停留 不要错过这个 办理外国登陆证的义务 那其实我们也有见吧 可是这是选择性的 你要参加也可以 或者是不参加也可以 那这是常用电话号码 人生地不熟 没有朋友帮忙你的话 背起来 这个电话号码当做你的朋友 因为陆处军管理局 这是韩国的移民署的电话号码 那你有什么 护照号码变更 地址变更 工作地方变更的话 跟他们报告 然后其他都是 就免费提供 翻译生活 旅游资讯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台湾外交部的 吉南救救电话号码 背起来 然后在韩国 因为你有 打工度假签证有不利的地方 或是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朋友的话 找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台湾 韩国外交部 就要我们给你们 设立的一个单位 韩国打工度有中心 尽量利用一下 然后最后一句 欢迎台湾青年朋友们 到韩国打工度假 谢谢 好谢谢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 邀请青年这个经验的分享了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邀请跟我们分享澳洲 度假打工经验的 彭建伦彭学生 请大家转声欢迎 OK 下一位 OK 哈喽各位好 我的话 我的话 民主因为你们可以 因为你们可以称呼为 Artist 然后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 澳洲重新出发 然后我个人的基本介绍的部分 因为我是原汁大学毕业的 然后因为我已经有工作八年的经验 然后因为我到了澳洲之后 然后因为我在农场 我待了半年 然后半年我拿到了2000之后 因为我就到了City 去寻找工作 然后我总共做了三个黑工 跟三个白工 而为什么第一个 而为什么第一个 因为我要选择会去做黑工呢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的履历表的上面 因为我上面是完全没有所谓的餐厅的工作经验 就是因为我要 又要跟各位讲就是经验 会决定你的一切 因为你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因为你要找到白工的机会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除了就是因为你有运气 就是因为当我做完了 当我做完了很多的餐厅的工作之后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的履历表 上面基本上是非常密密漫嘛 就说因为我之后 又要去寻找白工的机会 是非常的简单的 然后因为我 我到了去年的10月 10月开始 因为我都开始 又开始协助背包科去处理非常多 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我总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我总共帮助了126位 台湾加香港的背包科去处理 下面的相关的事务 所以我光是Fail World Ombudsman的部分 因为我总共去 因为我总共帮助背包科 总共投出了67件 就我个人对那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之多 就说待会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也都可以询问我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要来看说 因为我们这边要来看说 相关的咨询的比例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五名开始看 第五名的话也就是租医的纠纷 第四名的话也就是交通罚单的申诉的部分 第三名的话也就是工作伤害 然后第二名的话也就是交通意外后的处理 而我在这边又要特别的 特别的说明的是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 因为有很多的国人加香港人之类的 因为他们如果就遇到了什么碰撞的问题的话 他们通常都会收到 他们通常都会收到这个Later of Demand 如果就翻译成台湾的法律用语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要求赔偿的文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因为这个文书上面 因为他是要求对方可能要赔偿2万多的澳币 最后从台币等于多少钱呢 等于50万左右 就是非常高的 就是因为那位香港的背包客 那他听完了之后 然后那他隔一个礼拜 那他就回香港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支付相关的费用 所以我在这里很强烈的是 各位一定要买所谓的 所谓的保险的部分 汽车的保险基本上一定要买 你如果说你有开车的话 是绝对的要买 然后因为第一名的话 因为第一名的话 也就是薪资纠分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focus 那是在这一块的 就是因为我处理到很多的黑工 然后因为还有很多的台湾的 什么海外留学机构 什么仲介之类的 而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 我个人非常讨厌台湾的仲介 因为台湾的仲介 基本上因为他们没有在帮助台湾的背包客 就说因为如果就各位要 就说因为如果就各位要寻找仲介的帮忙 最好要去到澳洲的恒法的仲介机构 因为在澳洲的政府 他们规定就是 因为他们规定就是恒法的仲介机构 因为他们就不能够去 因为他们就不能够去 去要求任何的费用 就各位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因为许多人 因为他们都 因为他们都认我说 因为他们的语言状况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 那么是否要去念所谓的语言学校 而我自己因为我去过所谓的 实处交换 因为刚刚也有一个问题 是有关于那种问题的 就我个人还蛮推荐所谓的实处交换 就我们来看看就是相关的金额 而在语言学校的部分 因为他每周可能要花到300块 300块上下桌的金额 然后实处交换的话 因为他不用花到钱 然后因为他可以练习语文的时间的话 实处交换因为他也是 因为他也是大大的 大大的胜过所谓的语言学校的部分 然后因为在吃饭跟住宿的部分 实处交换也是不用付到钱的 然后优点的话 语言学校因为他可以交到比较多的朋友 你再说因为在实处交换 你不会因为他可以 因为他可以 因为他是每天 因为他都可以跟澳洲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文化 然后在缺点的部分的话 语言学校因为他花费非常的昂贵 然后实处交换的话 实处交换基本上 因为他两年 因为他可能就只要花到 900块左右而已 然后语言学校他两个月 他可能要花到10万块 就是非常贵 然后应该 然后如果说因为你不要 因为你如果说因为你 你如果不要那语言学校的话 因为你两个月你要准备 准备准备多少金额去到澳洲呢 因为就帮各位算好 也就差不多6万块 而你如果选择时速交换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3万多块 因为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是只有带3万块 也有就去澳洲了 对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 时速交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然后也有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会询问我 多些相关的问题 因为他们有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服父母亲嘛 然后悠尔的时间快到了 对 就说悠尔这边悠尔 悠尔稍微悠尔跳过 然后悠尔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去跑步的 就是悠尔我都去跑了一场马拉松 然后悠尔要去看澳网 悠尔整整看了3个礼拜的澳网 然后我总共花了2千多块 然后因为我回国之后 又又出了一本书 然后因为无愿遇到了多大的困难的话 因为你们必须要完成自己的目标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长大了之后 因为我们都必须要有两个字 叫做信用两个字 因为你如果没有信用的话 因为父母之后可能也很难去帮忙 帮忙你去做其他的生肖规划之类的 然后因为这边有还蛮重要的 那个影音还有文字的资料 因为各位待会可以拿到我的小卡之类的 然后节语的话 悠尔要用两个字来鼓励 那个下面的各位未来的背包客 还有下面的爸爸妈妈 然后主要悠尔要五个 五个乡系来做今天的节语 因为我在澳洲 因为我遇到了五对 那个妈妈带的小孩子 去到澳洲 Walking Holiday 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因为我可以说 因为大部分的家长 因为他们都很担心小孩子嘛 对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妈妈 妈妈跟家长应该他们要试着要去放手 然后悠尔要祝福背包客 勇敢的走出去 骄傲的回来吧 悠尔觉得你们回来之后 悠尔你们的能力也都会很好 然后悠尔要在花十秒钟的时间 悠尔要回顾我的一整个澳洲的生活 然后悠尔感激说 悠尔有很多人的协助 尤其是外交部的同仁之类的 然后各位 如果待会有很多的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询问我 因为我对于 因为我对于新制纪纪那一方面 因为我都特别有研究 还有因为我跟各位讲说 澳洲很大 可以容纳全部人的梦想 只要你愿意的话 我都觉得说 我们的很多的事情 跟很多的梦想 都可以在澳洲那边完成 只要你愿意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做的比我还要好 比我做的还要多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日本独家打工的施欣怡 施小姐请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人大学的施欣怡 然后现在看直播的朋友 这不是重播 因为北中南商场都是我 不好意思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是去的打工度假的国家是日本 然后我去的时间点是2010年7月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开放跟日本打工度假开始 我是第一期拿到前者我隔年就出发了 然后我在的地方有点特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勉励木献 好 刚才啊我们的那个 日本交流协会的代表 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日本打工度假签证的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看小本子的50页 那如果说有兴趣 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的朋友们 请你们一定要 密切的注意一下 日本交流协会的网站 那这边我就不再多说 好 首先啊 因为我之前有被问过说为什么要去日本打工度假 那因为我是日文系 我的专攻是日文 那我们日文系毕业的同学 很多同学会比较容易有机会进到台湾的日商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日商还蛮多的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说 日本有他们自己特别的一些文化 那所以我之所以选择想要去打工度假 第一个 但是我非常爱日本 第二个 因为呢 我也想要了解说 日本 它实际上的一个真正的社会文化 跟我们所认识 我们去平常去日本观光的看到那个文化 是不是一致 所以我就选择一面去玩 然后一面有机会可以跟日本人一起工作 我带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oh sorry 怎么快 这个是日本的全部的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东京那下面 这里是土吉吉 就是我的打工的地方 我是在叫鬼怒川温泉 就是一个温泉深地 我是在一间温泉饭店里面工作的 那我做的工作的话 因为日本的温泉饭店它都会提供一个晚上的住宿跟两餐 就是晚餐跟早餐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度假的一个方式 那我就是在饭店里面从事这个餐厅的service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我在眼睛 我在service所有的客人的时候 我看到日本人他们在放松的那个样子 转过头来进到职场 就是转过头来在后场里面 变成日本的一个职场 所以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看到两个不同的日本文化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 那我的工作呢 其实是透过日本的中介公司帮我找到的 这个是我签的合约 这个合约上面有很清楚的写明 我的工作时间 我可以赚多少钱 然后我一个礼拜工作多少小时 还有它是提供我包吃包住 所以我没有找房子的经验 所以我给他的同学有要问我找房子的话 我可以以我的听到的经验来回答你 可是不是我切身的经验 对然后上面会显得很清楚说 他给我哪些福利 还有我该做哪些事情 那我该要从事这份工作之前 这个公司也提供我们三天两夜的职钱的一个训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训练的时候的那一本小册子 因为我们是从事服务业 所以他还告诉你 日本的服务业要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 好然后呢 结束了之后 这个你整个工作结束之后 他会请你工作的这个 就我的饭店的老板 他会基我所有的工作的态度 还有生活面 还有我怎么跟这个职场 怎么跟我的同事相处的所有面向 来给我做个评分 结束之后他给我一张证书 好 接下来呢 各位因为我遇到三一地震 三一地震的时候我在日本 大家刚才都有看到 我给你们说我工作的地方吧 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上面是辅导县 辅导县大家应该不陌生嘛对不对 那因为我遇到三一地震 三一地震的时候我们那一区的阵度是五级 前阵子日本现在也有比较大的地震 所以就是说 当然台湾人大家对地震也不陌生 那因为遇到三一所以遇到我很多余震 不断的余震 余震会有什么问题 三一的时候当天没事 因为通过的余震可能会有很多后面的一些災害 就像我们隔壁的饭店 他整个玻璃就啪就瞬间破掉 这也是你不能预期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会遇到断水断电 交通的中断 然后因为我们又临近辅导县 所以我们本来是温泉地 后来变成一个避难地 那个时间点我人都在日本 我都没有跑掉 我都全程参与 跟他们一起奋斗 可是呢遇到这些事情 我突然间在那个时间点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有哪些保险 人真的很奇怪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 哎呦反正我就小心一点嘛 我干嘛开车我不要开车 我吃饭我就认真吃 我就好好吃 穿衣服好好穿 不要生病 然后不要开车 然后走路的时候 刚才不是说要先看左边或看右边 或两边都看吗 对不对 我好好地保持一些生活的 一些正常的生活 我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 我干嘛要保那么多血 可是在场谁会想到 你会遇到像311这样的 所谓的天灾呢 我就遇到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就突然惊觉 我的保险够不够 其实很好的是 我那时候 我没有把我的健保停掉 所以我后来知道说 我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健保是 你如果在海外有一些 急难的一些医疗的话 这些医疗费都可以再做 这个偿还 还有啊 我有保台湾的这个旅游平安协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 被要求要有保险 所以那时候就多保了一个 那我当然本身 我就本身的医疗保险 还有 我有参加日本的健保 其实大家都知道 日本看医生也不便宜 你如果参加他的健保 其实你健保费没有很贵 然后呢 他你可以支付 就是说如果你有参加他的健保 你的医疗费是支付三成而已 感冒一下大概就是 大概三千块 是快一千块台币啦 那如果说你没有 你完全自费的话 就要看着感冒到三千块台币 大家觉得 这有没有有点可怕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 刚才大家有看到 我给你们看的 我签的那张工作契约吧 这工作契约里面 我的老板 他除了帮我有做 所谓的社会保险 就劳保之外 他还有在帮我加了 旅游平安线 所以在这个瞬间 当我看到这么多的 我有这么充分的保险的时候 其实我就没有这么害怕 我在海外会有一些 什么样 如果三一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么样的害怕 但 我是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出去 不要跟我一样 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可是 还是要先 以这个 为前提 来检视一下 你的 安全保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给大家的结语 但 没有像刚才的 这么 这么的 刚才那个澳洲的同学 让我觉得这么的棒 可是 我觉得我的也不错 就是我觉得啊 大家 去打工度假 就是写下 人生的精彩一页 这是我们大家 去打工度假的目的吧 可是 有一件事 一定要记住 就是 你平安 回到你家人的怀抱 这才是我们 真正的责任 时间很短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到 韩国度假打工的 林志玉玲小姐 请大家欢迎 大家好 然后 我先声明我不是韩国人 因为很多人说我像韩国人 那我这边的话 就是我去年才刚回来 然后我是13年的时候 去韩国打工度假 那时候开放大概才 第三年左右的时候去的 那我封面为什么会放 如果说有想去韩国打工度假 应该很熟悉这两个图案 因为你如果说要去韩国的话 第一个 要有他们的通讯软体 他们常用的 因为像我们台湾长期用LINE嘛 那如果是韩国的话 他们长期用CocoTalk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韩国的话 第一个 这个最好是跟他们用沟通 最好的方式 所以这个可以去下载 那再来的话呢 去打工度假的话 基本上就这几个程序 那是护照是一定要有 那我那时候的话就是因为没有 所以先去申请嘛 那申请完之后 第二个就是要去申请那个 打工度假的签证 那签证的话就是要 它的合发日期的一年内 一定要入境 不然你就浪费了 那就是从你进入韩国那一年 开始算一年之内 你可以待到 比如说那时候6月26号去的 然后就待到去年的6月26号 整整一年的时间 那再来的话呢 拿到这两个东西之后 你就可以先上网看机票跟住宿 那我这些准备都好的时候 就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那我基本上 可以用的网站是很多啦 但是我最常用的是这三个 那因为像第一个背包客栈 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 因为它不只是只有韩国 很多国家的那个资讯 都会在里面 那台湾人最常用的就是背包客栈 比如说十一住行这方面 它里面都会有写 很多人在做分享 然后最新的资讯也都有 那奋斗在韩国的话 它是一个属于简体制的网站 因为那个网站是比较多 中国人去用的 台湾人会用比较少 但是其实里面资讯也蛮多的 所以也可以去利用 就这三个网站 那再来的话呢 韩国的话 我是在首尾的地方工作 那很多 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去釜山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打工度假都可以 那首尾的话 它是比较多人会去啦 那我主要是在首尾那边工作 那如果去韩国的话 一定要记得带那个转接头 因为他们的插头 跟我们台湾插头不一样 那电压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带 那再来的话呢 我最喜欢韩国的话 就是他们的四季很分明 然后去的话 就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风景 像樱花啊 然后夏天 那个岩石大学 如果说要去读语言学校的话 那一间还蛮漂亮的 然后再来的话 秋天的话就像枫烟 那冬天 一定要去滑雪 因为滑雪真的很好玩 我那时候去韩国 第一次去滑雪 我那个滑雪的话 也是韩国朋友去教我的 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毕竟台湾不下雪嘛 如果说要去的话 这个一定要去 那住宿的话呢 基本上在韩国 这四个地方都可以去住 那我除了夏树之外 我其他地方都住过 我第一个是去住考试院 那旁边这张图的话 就是考试院的图 那他考试院的话 就是比较小啦 就有些人会住到 可能就是你两只手 平的张开 两边都碰到墙壁 真的很小 只能一个人住 那你去洗澡的话 可能会撞一撞 就身上一堆浴青都有可能 因为空间真的很小 那考试院的话 它也是有分平衡的贵的 那贵的话 可能就是像我住那间 旁边就是浴室 有自己的浴室 那如果说是跟人家一起 用那个厨房啊 还有那个浴室的话 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那薛House的话 就是像台湾的那种 三房一厅两房一厅那种 跟人家一起 薛那个房租会比较便宜 也有 但是像这种的话 就可能要押金 押金其实还蛮贵的 韩币大概500韩币 到1000韩币都有 那500韩币 台币就大概十几万块 还蛮贵的 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选择住考试院 那后来的话 one room的话 就是也很方便 我最后 最后搬的房子就是one room one room的话 他们那边比较特别 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的套房的话 就是没有厨房 但是他们的one room 有一个小小的厨房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煮 比较划算 比较便宜 因为你出外面吃的话 其实还蛮贵的 台币吃一餐 也要一两百块 两三百块都有可能 那一整年 一个月花下来的钱 其实也蛮贵 那下宿的话 就是可能有个 会有好几间房间 也是跟人家一起住 但是他可能会包你吃 所以你可以 可能中午啊 晚餐啊 都可以在家里吃 这样会比较省 也是有 那去韩国的话 刚刚有讲说 外国人登物证 一定要去办 不然的话 你在那边 不能待这么久 一定会被遣返过 那这个的话 就是大概 办的话还蛮容易的 网络上很多资讯都有 其实找的话都找得到 那关于工作的话 因为我那时候 韩文能力还不太好 所以一开始 早就找这种 主要是用中文 客人都是中文的 那他的话 还是化妆品免税店 那他的话 韩文能力也不需要太好了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我 13年去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工作 但是现在 今年最新的规定 我刚刚有讲说 今年2月开始规定说 像这种免税店啊 都不能去工作 所以如果说你 现在想要去韩国工作的话 真的建议 像刚刚他们 讲的说 一定要会韩文 这样比较好找工作 那再来的话 平常吃的话啦 就是像这种早餐店 我们台湾早餐店很多 但他们早餐店真的很少 基本上就这个 这是最有名的 图斯的 然后有人吃过很好吃 都会再来买 那如果说你要吃便宜 这一家饭卷天国 我很推荐 因为他里面东西很多 而且韩币大概是 六七千以下 台币一百多块 就可以吃到 算是在韩国算是 很便宜的一个连锁店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 这个可以去 那平平常的话 那平常的话 像真的要最省的话 就是去超市买菜啦 自己回家煮 这样最省 那再来韩国的话 其实不只是工作 最只要就是去玩嘛 去玩的话 他们有很多表演 像这个的话 就是有那个画画的啊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你韩文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听这种 小间的剧场 这个也可以去看 那旅游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会去过韩国 都知道这些其实就是 很多艺人啊 都会在那边拍 然后像这个 也很有名的一个韩剧 那个绅士的品格 然后我就有去那边 一模一样的为止 但是那时候刚好有人做 做不到 那再来的话呢 最近还有名的 那个没关系是爱琴 他们就宏大旁边而已 很近 也可以去看壁画间 一模一样的 就右下角这张 那咖啡廳的话 其实就他们很多 有特色的东西 像这个的话 右下角有个写 那个鬼神不能进入 就很特别啦 比起他们的连锁店的话 像这种个人咖啡店 都比较特别 那除了去守稳 最主要 最推荐就是去釜山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可以去 那他的话 其实风景都还蛮漂亮的 那最后的话就是 结余就这四个 那最主要的话就是 不管你去哪个国家 你可以认识很多国家的人 不是只有台湾人 去韩国 不是只有认识韩国人 像我就有认识美国人啊 然后日本人啊 都有 很多国家人都可以去认知 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去结交朋友 多结交一点 那最主要的话 就是这种东西 打工度假一生只有一次 要去的话 也要下进决军赶快去去 不然的话超过30岁 年纪想去也没机会了 就这样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 爱尔兰度假打工的 王崇潘王先生 请掌声欢迎 各位台湾人跟不是台湾人的人 好 我是毕信王 我是爱尔兰兰江的毕信王 我叫王崇潘 好 那我直接开始 前面的申请作业就是 其实到我们的官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怎么申请啊 就是印这门护照啊 然后存款证明要证明 哦对 如果他会要求 如果你要 你是买单程机票的话 那你必须存款要有4000欧元的证明 如果你买来回的话 就要证明你有2500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 然后 医疗那个说保险的部分 因为 我妈都帮我买好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 那个你们再去研究一下 好 然后 我在买机票 我是用一个 网站叫做Sky Scanner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但是你们可以去查 还蛮好用的 他还可以 找旅馆那些也都有 然后 如果你们要找一些文章的话 你们可以再透过Facebook 或是最简单的Google嘛 大家都知道 这是前置作业 那 好 然后如果 当你们抵达那边的时候 这两张很重要 非常重要 左边的就是 你要做白工的话 你一定要申请的一个 工作签证 我们叫PPSN 那 右边这个 是你如果要待超过三个月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 当地的移民署办的一个 有效居留证 可是 比较麻烦的是 这个居留证 要价不菲 要300欧原诊 所以 如果要超过三个月的话 一定要去申请 这很重要 然后不要不见 不见又要再补300欧哦 那 这是我在爱尔兰工作的地方 我做过三个 很多人都在讲黑工 我也做过 所以 嗯 不是很美好的经验 但是 总是要体验一下 我做过的是中餐馆的黑工 那可是其实 它换算当地的时薪比较起来 它其实很低 5.17 可是爱尔兰的合法工资 一个小时应该要8.65的 所以差很多 可是 大部分的中餐馆都会包吃包住 这个是蛮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真的可以10拿下来 你到底赚多少 我那边我在 中餐馆做事一个礼拜300欧 所以我等于可以10存300欧 因为 吃住免啊 然后第二份工就是subway 诶 这个就是白工了 我也做过白工 有8.65 可是要报税 那 福利 还不错 那你们之后 等一下可以再问我 然后 我还做过一家咖啡店 诶 也是黑工 不过薪水很高 好 然后我简单跟你讲 11住行 吃的话 这是外面吃的 这在爱尔兰 算 应该算有名 有一家叫Poward House 它是酒吧间餐厅 然后 嗯 吃的东西就像你们看到一样 有一点 有后面的朋友可能看不清楚 这就是 反正他们那边的餐点 那 其实你在吃外面 随便点一个都要10欧左右 所以其实很贵 但是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啦 好 然后 啊 吃素食的朋友也不用怕 因为那边其实也有 不少的素食餐厅 这家我也吃过 而且 我还是吃三次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家是吃素的 不过啊 真的还蛮好吃的 我还蛮推荐的 所以吃素的朋友你们也不用怕 因为那边其实吃得到 那 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去朋友家吃 我相信应该 大家都会去朋友家吃啦 这是我在那边认识的巴西朋友 然后他们招待我的 然后我们吃 他们准备三菜 就是 招待我们 然后我们总共四个人吃 那 他跟 我在 那边认识的 台湾人朋友 或是一个中国朋友 他们组的 比较起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茶具 看得到吗 看得清楚吗 就是如果一样 差不多四个人的话 三菜 变成大概 七八菜这样 然后还有生鱼片喔 生鱼片都有 然后挖柜什么的 台湾人都做得出来 其实蛮厉害 我还蛮幸运的 所以我觉得 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 真的是 在我身上用的 真的是淋漓尽致啊 OK 然后 最后 比较一下自己煮的 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是意大利面 一包四十九千 然后 弄一点番茄酱 大概一餐 然后 这样弄一餐 应该不到一两欧吧 我在想 但是 我天天拉肚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然后 衣服的部分 如果你有钱的话 阿兰兰也是有百货公司的 很贵喔 我没有买过 因为我没那么多钱 那 如果你比较没什么钱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去这里 有一个很有名的奥雷村 他们叫Koder 那 这边里面 其实有很多家 蛮有名的 衣服啊 鞋子啊 其实什么都有啦 你们去那边可以自己去买 不过 都是奥雷 那也是新的 那如果再穷一点的话 没关系 他们还有跳蚤市场 这个也可以买到很多 喔 我在这边有找到 一套 阿曼尼的套装 才六十欧而已 但是我没买 因为太大了 然后住的部分的话 这是我第一个住的地方 我是在Facebook上先找到我才去的 然后 嗯 剩一分钟了 换我了 然后这里 哎 350歐一个月 然后不含账单 右边那两张是我的房间 我住的是 一个套房 不 雅房 不是跟当地人 喔跟一个中国人合住 然后 第二个是中餐馆包的住 住宿长这样 啊什么都免费 因为要包住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回首都都波林住的地方 超小的喔 会跟第一间 右边这两张 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不过就大概四五平的大小一样 可是变得是两个人住一间 差很多 我都走到了 你们有看到中间就是有人 直接看比例 就是这样子的距离 房间就是这么小 然后睡两个人 这是差别 这就是首都啊 然后 行的方面 火车有 巴士有 轻轨有 就像高雄轻轨一样 然后 还有机车车当然 啊你也可以坐马车 我没坐过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一样自己买脚踏车 不然的话他们也有 像我们的那个台北那个叫什么 啊 谢谢 这是Ubike 他们其实也有 啊时间到了 然后如果做的话 如果你要搭乘以上的交通工具 你只要有这两个就可以全部都使用 左边叫Lipcar 它可以坐公车火车 捷运 没问题 右边这个全部都没问题 右边这个叫做欧元 然后这个是面额最大的欧元 500欧一张 其实你看不到 我是去银行特别换出来的 我为了拍照 然后不然的话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至少你应该会跟我一样 有一双脚 你可以用走的 好的 然后也会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那其实 那边的网络其实很方便 那边已经4G了 我去的时候已经4G了 我去年3月的时候去了 那边已经4G 所以 首都的话很方便 你要从透过上网学的话 或者是你去当地的语言学校 或者是去酒吧 都可以 里面都 都可以练英文 只有你敢开口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练 然后右边它 甚至还有一些图书馆也有 也有语言交换 或者是免费语言练习 你可以自己去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然后网络上 其实都找得到一些啦 好 然后最后 给你们很快的浏览一下 这是艾尔兰的影片 不是 景象 我没有修过图 这些都是 那是哪里 我不会跟你们讲 你们自己去找 啊好不好看 应人而已 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挑出来 这些都是我相簿里面的 好 然后大家都说 台湾最美业的风景是人 我会说艾尔兰最美业的风景是 鹿 很可爱啊 这是在一个凤凰公园 你们到底可以去 那边真的看不到野鹿 就是你们可以刚互动 如果 他们想跟你互动的话 好 然后大家的结语都会有 我也有 但我的比较实际点 我的结语就是 够实际吗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比利时住家打工的 陶毅雅先生 请大家乐乐掌声欢迎 嗨 大家好 诶 这是谁的 我叫陶毅成 然后我是在比利时打工度假 我们是第一届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很多蛮辛苦的地方 但这个我决定留到最后面再讲 我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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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要先讲讲看我这一年在欧洲 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其实我觉得打工度假 他去每个国家 他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 像欧洲有些人会是想要去存钱的 所以他可以在农场工作省钱 然后回来的时候会有第一桶进 但我觉得你在欧洲的生活你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存到那么多的钱 所以呢你可能就是 我觉得在欧洲的生活 比较像是你是在那边体验一整年的 关于欧洲公民的生活 虽然你有一部分就是跟他们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 报税啊 还是你的身份的问题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你们都是一样的 哦 开始 这是比利时 然后比利时是在西欧的中间 所以他去各个地方都非常的方便 你看他的左边是英国 上面是荷兰 右边德国 然后下面是卢森堡跟法国 所以你去哪边其实都是坐火车就可以到 然后坐火车的话 像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两个多小时 然后如果你要去伦敦 也是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非常的近 就像台北到高雄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一年 你的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我的任务就是要成为一年的欧洲的公民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先从旅游开始 就是我去了哪些地方 我去了荷兰 这里是风车村 那是我的脚 我也证明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 然后呢 这个是小海提防 这是他们那边所有最大的风车 这些资讯呢 你在网路上通通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这是科隆 是德国的科隆 如果你要往东边出发的话 这个是最大的火车交集点 然后这是海德堡 海德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是在二战的时候 那个 他们的城堡被炸毁了 之后就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非常的漂亮 这些图也是都是都没有学过 是用 我用手机拍的 然后我还去了西班牙 西班牙 这是一个叫Sage的小镇 那里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我去那边参加同志大游行 然后平常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海边的小镇 其实有点很像墾丁 然后这是在巴塞隆纳 我去了圣家堂 然后贵野公园 然后最右边呢 是他们那边非常有名的 叫Tapas的小吃 他们那边就是会有一个Bar 然后上面有很多小吃 你就自己拿 然后配着啤酒 那边是非常好跟当地人交流的地方 因为他们也会很开心的 就是因为你长得很奇怪 所以他们来跟你聊天 这是圣家堂内部的天花板 这是我觉得是我看过目前为止 最漂亮的一座教堂 然后呢 这些东西 其实有时候你是用相机拍下来 是为了记录 但是你在当场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 不要用相机 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然后我还去了罗马 这是那个 有人看过罗马的假期吗 这是他们男主角跟女主角 拍的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当然我是没有女主角啦 然后这是罗马经济场 当场非常壮观 不过这个的话 因为最好都是上网先买票 这样你就不用在当地 一直排队一直排队 然后这是博物馆 在梵蒂冈的博物馆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去了威尼斯 还有佛罗伦斯 还有巴黎 然后 你要去那么多地方 你一定要有钱 钱就是你要先去工作嘛 在比利时 我去的时候是 你能工作六个月 你可以待一年 但是你只能工作六个月 所以你必须要 好好的存钱 然后我觉得 因为工作非常的难找 尤其是他们第一年 他不认识你的这个签证 很多人基本上是不会用你的 然后你要 你觉得你可能会中文 那你会一点英文 你是不是可以去观光地点打工 但是 他们的工作人员 像我在布图塞 他们的工作人员 就是讲法文 所以你不会讲法文 他们是不会让你有工作机会的 所以那时候我找工作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 我就只有这些优势而已 我就只会讲这些话 所以我还是决定 去观光景点打工 那我非常的爱吃 所以我就 每一家巧克力店我都投 就是 而且他们是连锁的 所以我好像投了 某一家巧克力店 投了十间不同分店 结果他们的人资部就说了十份我的履历 后来打电话给我说 他们真的没有要用我 真的对不起 就不要再记了这样子 但最后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比利时一间非常有名的巧克力 之前好像有来台湾有开锅店 然后在那里工作 我工作了六个月 我整个六个月都在那边 我觉得如果你要学语言 最快的方法就是 把它运用在生活上 所以那边是我法文进步最快的地方 然后我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遇到非常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 我遇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甜点师 因为他只讲法文 他有一次叫我开微波炉 但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拿剪刀给他 他说不是剪刀 然后我就拿插头给他 他说不是插头 后来他就跟店长反映说 我实在是 我是在玩 他就觉得我在排挤他 后来呢 店长他决定 他就叫我很多法文的脏话 那我就走 我就去跟甜点师讲 甜点师在那边做那个闪电泡芙 我就走过去 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 你做的闪电泡芙 让我整个嘴巴都有充满的感觉 不过是非常淫荡的方式 后来我们就变好朋友了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的姑娘 左边是我 右边是有一次他们来访问的时候 这是巴黎的一个杂志 然后这些是我的同事 店长还有厨师 还有那个姑娘 然后那个姑娘她说 糟糕 然后这样子全巴黎的人都知道我很肥了 但我想应该是没有人会在意 然后呢 最后结束的时候 店长还要请我去他们家 参加当地的生活派对 你可以那里认识很多当地的人 因为比利时人其实是非常保守的 他们很多人都会跟他们国小同学 跟家乡周遭的人生活 所以你要打进他们生活最快的方式 就是跟他们工作 然后跟他们工作之后 跟他们成为朋友 然后我接下来要讲在比利时的生活 比利时呢 它有几个大城市 在北部的部分是讲荷兰语比较多 是有Flemish 然后在南部是讲发文比较多 东边有点德文的地方 其实比利时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像布鲁日 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哎呀时间到了 然后还有漂亮的港口 然后布鲁塞尔是 听说是全歐洲最无聊的城市 但它其实不是 它会办非常多的活动 像花坦节 然后秋天的时候公园的叶子 通通都是金色的 好像在拍电影 然后还有漫画的气球游行 这是我在那边吃的食物 上面是他们的当地的料理 还有松饼跟蛋菜 这些都是当地非常传统的食物 然后还有啤酒 禮食最多的就是啤酒 然后他们有各多不同不同的活动 因为像布鲁塞 它是一个 因为它是欧盟的中心 所以它有各国不同的人 像意大利人啊 荷兰人什么的 非常多不同的文化 所以你在布鲁塞尔 可以体验到欧洲 大部分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跟他们的文化 然后你要去 你的第一步呢就是 这个 相比这些大家都认识 但不是很多人会用 这个 记得要好好的使用 这非常的好用 然后你出门 就是要手机 钱包钥匙跟保险 保险 保险非常的重要 记得一定要保 那保险有当地跟台湾的 记得两个都要保 因为当地的你可以当厂救灵嘛 台湾你可能要回来才零 然后呢 你到那边第一个任务 像有住址 然后电话号码 居留证跟银行账户 你有住址跟电话号码 你就可以办居留证 有居留证就可以有银行账户 租户的话 就是一些关键字 你都可以自己上网搜寻 然后电话呢 它有一个是加值 你可以在整个欧洲 都可以使用的 一个网路的 这个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用的是叫 Mobile Viking 这个你也可以 之后去的都带 钱包的话呢 你第一个要乘台湾领钱 的卡 第二个是当地的银行 当地付钱的话 都是用卡比较多 而语言学校的话 你也可以用当地职主的 非常的便宜 然后也有像 阿隆峰西 台湾的那种 在台湾文化协会 工作的话 你可以找台商 零售 餐馆跟专研 像设计师 他因为你在那边的工作 就像是他们当地人的工作 所以他们当地人能找工作 你都可以去找 只是会不会用你是另外一回事啊 最后呢 千万不要打黑工 因为他们查黑工非常的严 非常的严 查到后来 会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说 最好还是能找 就是有工作合约的白工 然后这是当地的消费 B9 应该是1.5元 然后你一个月的钱 是1500欧元 口稅大概是1200 然后这是旅游只 那些keywords 你给你回家自己再看一下 这些都非常好用 最后呢 我觉得你到那边的话 你就是睁开你的眼睛 好好地看这个地方 每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体验当地的生活 然后好好地活着 爱惜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 头发雾黑亮丽 皮肤又非常的好 他们非常的喜欢 所以 要非常的健康地去 健康地回来 最后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因为你遇到的那个人 可能下一秒明天 你就这辈子都再也不会遇到他了 所以你要好好地对待你身边每个人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 最后麻烦邀请到加拿大度假打工的 黃金玲 黃小姐 請大家为了掌声欢迎 好 嗨大家好我是Leslie 那我是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那当时我在台湾的身份是一个小学老师 然后我从小也是梦想说我可以出国念书 但是因为经济能力就是不允许 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个方案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我是第二届去的 所以那时候的人数没有这么多 那我不需要抽钱 我很幸运的就可以去 那因为今天加拿大代表没有来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 加拿大的申请的话 他就是每一年只有限 1000个名额 然后35岁以下 所以30岁以上澳洲那些不能去的 趕快可以去申请加拿大 那今年的已经结束了 所以你可能亚密切注意加拿大的 那个在台办事处的官网上面的宣布 他们现在都一日改用线上网络报名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那我当时去加拿大 这是我大温哥娃第一天 我就去公园逛 然后这是我第一个影像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影像很深刻 所以回家 趕快用小画架把它画下来 好 那 我先从自助开始来讲起 很多人都很担心 说去那边要住在哪里 那有很多人很紧张 现在台湾 先上了一些租物网站 然后找一些资讯 那其实这样子非常的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相关的地理位置 你也没有看过你的房东 你不知道你的房客 然后不知道那个地区安不安全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不建议你说 你在台湾先上网找了房子 那我做的方式呢 是我在Facebook上面的 加拿大打工度假的版上面 写在上面互通讯息 然后看到 欸有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要回台湾了 那我就顺势问他说 那你的房子有没有人住 然后因此而联络到 我的技术家庭 那当然那个方法 就是我是很幸运的 不过现在因为很多人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所以这类的资讯非常的多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住技术家庭的话 住一般华人的homestay的话 大概是350到500块加币一个月 那如果你是住白人的家庭的话 是700到900 那很多人都是会选择白人家庭 因为他们想要练习英文 那我是选择华人的家庭 因为我想说我去打工的时候 就可以练习英文了 那这个的优点就是说 他们可能可以来机场接你啊 然后带你去认识周遭环境啊 告诉你公车怎么走 超市在哪里 就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有人照应 这是一个最大的优点 而且你不用自己准备家具 还包你水电网路 然后地热 那可是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分租公寓 你可能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你认识了同事 你有交到朋友 你们决定自己租 然后分房一起睡这样子 那在以温哥华市区分一区二区三区 那二区是在中间地带 那以二区为理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一千二加币 然后是两房一厅的房子 那两房一厅你可以住四个人 一个房间两个人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平均的话 大概可以到两百五到四百 那可是缺点就是所有的家具 锅碗瓢盆 你都要自己去准备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 或者是移工换宿 有的人会去民宿打工 去hostel 然后呢每天早上呢 花四个小时帮忙整理房间 然后恢复订单跟预约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兼职 那那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有练习英文的机会 然后又有免费的住宿 那我们当然的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 真的要去 你可以先到那边住个几天的hostel 然后真的认识了环境之后 再看当地的公布栏 或者是问同事 哪里有出租的地方 你再实际去看过一次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好 那有关保险的部分 刚刚也很多人提到 那全民健保真的很好用 就是不要停 像我的例子的话 我是出国的时候 我的健保没有停 我继续的 请我家人帮我叫 那当时我刚好遇到一次被床蟲钉 然后引发全身的过敏 那当时我去看医生 一次就是一百一加币 只是看医生 医生只是跟我说 你被虫钉了 然后什么虫 我不知道 你要进一步的检查 还要再另外花钱 那怎么办 这里有个药单 你自己去药局买药 所以一百一加币是不含药 只是看了我一眼 而且他只有摸了我一下这样而已 所以 其实真的很贵 那当时呢 我就是 在那边就医之后 打收据留着 请医生开医生证明 然后回到台湾 健保有部分给付 那第二个就是我原先的医疗保险 我在台湾的时候出发的时候 我就去找我原来的保险专员 跟他说 我将来要出国一年 那我会摸什么 国外的医疗保险的部分 可以增额 所以我家增额 问他说 需要什么样子的证明 或者是证明上面需要什么 时间好快 需要什么文字 我才可以得到理赔 那 他就是告诉我说 一定要急性的 这些东西 那我再去跟医生讲 那医生也是开了这样子的证明 我回到台湾之后 部分健保补助我 剩下健保没有补助我的部分 我的保险又再给了我钱 所以其实这部分 因为我是没有额外在保一些旅游平安险 毕竟我不是去旅游的 所以 我就是用我原来的保险 加重国外的部分 然后全民健保没有停 那其他也有人会做的是 保旅游平安险 但是他有180天的限制 所以你要记得 你在国外的时候 要续保 大概180天左右你要续保 那如果有的人是先到那边去之后 他可能先参加语言学校 才开始工作 也可以考虑跟语言学校保 学生保险 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工作了之后呢 你可以到不同的省份 他们有当地的保险 那像在BC省的话 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工作签证 就可以办理了 但是呢 办理时间非常的长 你伊底达 温哥华 你拿到工作证之后 你可以去办理 但是 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这三个月之内 你发生了任何事情 就是没有给付的 你还是要有个人的保险 那另外一个 像在Alberta省的话 它是免费的 你进去 你一到呢 也一样有超过六个月以上的签证 就可以办理 而且办理的时间大概三个星期 比较快 那温哥华的话 是一个月六十元加币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看你去哪一个省份工作 你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这边关键字都在这里 所以呢 这是保险的部分 那另外找工作的话 那必须要先有这个 SIM卡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你才可以去找工作 然后合法的工作 那要去哪里找呢 一样 请你Google一下 Service Canada 那个上面 就会告诉你要带什么证件 然后 你离你最近的地区 在哪里办理 你就去哪里办理 那找工作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就是像上网站 或者是你想要去工作的品牌 比如GAP H&M 你可以直接上它的官网上面去 做登录 然后申请 但是这个方式的话 有一点久 因为它可能还要配对 然后还要看看 他们离你家境不近 这方式有点久 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work in 直接走进去 那我的个人做法 是我到达第三天 我就找到工作了 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锁定我家附近 旁边最近的商场 大概走路15分钟左右 因为我想要节省交通的支出 然后呢 我在台湾印好了我的履历 我带了60份履历去 我第一天出去 一楼所有的店面 带着我的履历 走进去 给他们 那当然第一天就很惨 因为 这是在台湾没有的经验 所以你讲都讲不好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拿进去就 痾痾痾啊这样 然后被问问题 就是你完全 我想说我吃来地履历 没有想到 他就开始问我问题 说你为什么想来这里工作 那我去了一间 那个lush的肥皂店 然后我进去 他就说 请问下你最喜欢我们的 哪一个口味的商品 我不知道 其实我就想说 啊 樱桃口味吧 应该是樱桃很大众 他说我没有樱桃口味的 就很丢脸 所以就第一天去了 之后发现 啊这样不行 所以我拿了那个商场的地图 然后锁定 我明天要去的那 二楼的那些 哪一些商家 我就先上网看一下 他们的那个特色 这样子如果我当场被问 我当场就可以回答了 所以是 我3T就这样 一层一层三层楼去 那所以其实 这很好玩 他就被我当成练习英文的机会 反正你就是去练习嘛 没有关系啊 没有人认识我 然后我就随便乱讲 所以就是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 面试变成一种是 我免对了学英文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是这样子找到了 一个内衣店的工作 那当时 店长只是问我说 你为什么想来内衣店上班 那因为我有准备 我说 当你的内在觉得自己很美的时候 你的信心 就会从外表 显现出来 然后我觉得 我回答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得到这个工作 那当时工作呢 有分part time 跟full time 那我是做part time的部分 因为我去主要的是 打工兼度假 所以我没有想要 做一个全职的工作 所以我是利用 part time 然后剩余的空间 没有排班的时候 我就出去玩 那一般呢 法律上的规定的话 part time 一个礼拜是24小时 full time一个礼拜是40个小时 超过了这些时间 你的薪水 合法的白工的话 薪水就会加倍 1.5倍一个小时 好 那我就是有简单的 履历的范例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 会问说 那我的履历要怎么写 其实你不需要 写太多台大毕业 青大毕业 其实他们不认识 这是学校 最重要的是你过往的经历 那我在台湾是当老师 我去那边找服务业的工作 其实很吃亏 我不需要去那里教室 不能在那里教书 所以呢 我就锁定我大学时期 跟我以前打工的工作 所以我就把它写上去 我可能在以前 在服饰店打过工 然后在玫瑰唱片 发过传单 在整所柜台当做 挂号小姐 所以我就把这些以前的经验 都先写上去 跟服务业相关的部分 那如果你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可以把你的志工经验也写上去 志工服务经验也可以 那最好呢 你要有一个推荐信 如果你在台湾有 你的上司是会英文的 请他帮你写一封推荐信 然后留下他的email 因为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话 他们非常重视 这个有没有推荐人 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推荐人的话 你入选的几率会比较高 因为他可能可以去问他们 那如果真的没有怎么办呢 那也有一些朋友的做法 是他一到当地 他先去找华人餐厅工作 讲中文的 然后呢 做个一两个月 跟老板说 我在这边赚的钱不太够 我要找第二份工作 你可以当我的reference吗 然后就这样子 找到了他的第一个推荐人 然后呢 顺利的找到第二份工作 那第二份可能overgap做一下 两个工作同时做之后 慢慢把第一个工作放掉 然后就去了第二个工作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各地的基本时薪 如果你做的是合法的工作的话 这是目前各地的基本时薪 那当然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只要你 时间一直到一直提醒我 那个 只要是超时工作 或者是 假日的话 这些薪水都是会加倍的 那我很意外 当时我觉得 做白贡的好处就是 当我收到薪水的时候 我只是个兼职人员 我一周可能只有12到22 20个小时 但是我每个月居然有多 百分之4的 那个 vacation fee 他们鼓励我去度假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所以如果给我选择的话 黑工跟白工 当然要做白工啊 而且又安全 好 那我当时到台湾 我从台湾在10万块台币 我就去 我打算 我能够活多久 我就活多久 没办法就回来了 所以我总共的 总收入是这样子 29万台币 然后一个月最高收入 因为我刚刚说的 我是去打工兼度假 所以我们有兼很多很多的 时数的工作 我一个月最高收入是 1600加币 最低收入是 547 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礼拜 我可能只有 上4个小时的班 那是我最小的收入的一次 那然后呢 每个月的房租加伙食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变成在家里 自己买菜来做饭 当然不是说 那边的工作有非常非常难造 而是我自己本身想要度假 然后 以我这样子的心态 我还是可以 去我这么多地方旅游 所以其实 看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记得 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因为我是在内衣店 然后我必须背这些 内衣库的样式 其实很辛苦 因为我在台湾 连看都没有看过 然后我要背他们的名字 那去上班之后 认识了非常多的 各国的同事 然后甚至有变成 那个店的销售冠军 其实就是因为 温哥华很多华人嘛 但是只要有遇到 亚洲的脸孔的朋友来 他们就把我推出去 我就负责卖给他们 即使他们是 日本人跟韩国人 我也不会讲 但是 就全部都归我了 所以 我就变成了销售冠军 好 那这就是工作的一些 花絮 那 当然 去那边的话 要怎么样好玩才好玩的 你没有钱还是可以玩 他们有非常多免费的活动 比如说僵尸游行 枕头大战 枕头大战真的是一件很无厘头的事情 有一天 Facebook上就说 请你带你的枕头 几点几分 在哪里集合 然后就这样子 大家去那边打枕头战 然后还有水枪大战也是 然后呢 我会走在路上看到 大家 那个裸体系交车 也是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无库日 很有趣 就是他们说好 说我们 礼拜六下午2点以上捷运 车门一关 我们就把裤子脱掉 然后面无其事的 假装继续搭捷运 那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既然都已经出国了 我当然要试试看 反正没有人认识我 没有想到 出来之后 有非常多的 华语的 报纸的记者 这张照片 还是传到台湾来 还是被我妈妈看到了 但是很有趣 那所以呢 你还可以 不能错过 就是非常多的风景嘛 一定要去试试看 那没有钱的话 你还是可以自己制造乐趣 我觉得乐趣不是靠金钱买来的 是靠你自己 想办法得来的 当时我刚到的时候 刚好是万圣节 然后我是大人 我也不能跟别人的 跟小朋友一样 去别人家门口敲门药堂过 但我真的很想做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想来体验 所以呢 我就去一人商店 买了这些道具 把它穿在身上 然后呢 买了一袋的棒棒糖 然后自己走到那个商场去 看到小朋友说 你给我拍照 我就给你糖 然后我就这样完成了 收集了一大堆小朋友的合照 那就是 这样也可以很好玩 那最后我的结语就是 如果 If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不要害怕自己做不到 只要你 没有到的事情 你绝对可以完成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所有的资料 我都有放在网路上 你可以Google一下 Lessis Adventure 那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活动最后的一个综合座谈 那相信各位青年朋友 在参与了一整个下午的活动之后 现在可以趁有点时间 好好整理一下 自己对度假打工 还有没有哪些问题 想要提问的 那待会可以做一并的提出 那现在又请大家先稍后一下 好 我该怎么处理 呃 请问一下你的问题 有没有针对哪一个国家 那这一部分的话 好我们待会请相关同事来问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好不好 后面那位小姐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关于黑工跟白工 我们要怎么区分 还是在签约上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 有没有朋友 呃 中间这位先生好不好 大家好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有白工 大家都希望打白工 没有希望是黑工 那我想要针对澳洲的部分 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月份澳洲有两则新闻 比较重要 那一则就刚才有讲到税率的问题 那之后被扣得比较重的税 那另外一则就是 那澳洲当地有个叫ABC的 嗯 报导 嗯 ABC的 那个电台做一个专门的报导 那这两则新闻 告诉我们一个警讯就是 我在未来 澳洲的话黑工的比例会 嗯应该会 慢慢的比较多啦 那我在想说 我们政府机关 有没有针对这个黑工的部分 有没有更进一步说 除了像我刚才看 我其实我看了一下网站 除了说提供一些官方的工作介绍之外 有没有更进一步遏止这种黑工的方法 或者是保证我们 呃这些 台湾台湾人 然后出国打工这样子的一些资讯 好这是我提供的 呃一些小小的职位 那个疑问这样子 呃 我们谢谢这三位青年朋友的问题 提出来问题都相当的务实 相当的好 我这边先简单的跟各位提供一些资讯啊 其实我们去年六月开始成立这个 跨部位度假打工协调机制 目的就是在解决这些可能青年朋友出 出国度假打工 可能会遇到一些现实上的一个问题 那有关这个呃受薪呢 或是雇主给你不公平的这个劳动条件 或是没有给你合理的薪资 其实我们 我们有一些住外单位啊 这些13个国家有些住外机构 已经把这当地国的比如说 呃这个劳雇纠纷 或是你受到不公平不合理 或是被扣支或被减薪 你都可以有一个申诉管道去申诉 因为这个东西是算是当地国的主管政府机关来的主政 所以这个资讯上 我们慢慢都会把它会总结 把它挂上我们外交部的这个 呃清理度假打工专属网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关这个黑工白工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请劳动部 还有包括澳洲的部分 请我们这个外交部相关 呃负责的通人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有关黑工这一部分 我特别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各位在大概在会中的时候 看到一个宣导短片啊 那里面那个短片的一个 一个宣导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合法度假打工 那刚刚很多青年也有 也有他们亲身经历 就是说他们可能 今天出去做两三份工作 可能集中有一份是黑工 但是如果在黑工 像我之前在澳洲服务过 也在海外的比利时服务 这两个国家 他们像政府相关的主管机关 抓黑工抓得很严 尤其是中餐馆 那抓到的话 这个雇主会罚很重 甚至有时候甚至会说要去关 如果透过诉讼程序 那你被聘的话 可能甚至最严重会被请送出境 所以这一部分可能 大概要把它当做一回事 所以说不要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 那我们就建究说 不管你是透过国内的重机公司 或去到当地找一个合法的重机公司 找一个合法的重机工作 合法的度假打工会比较好 所以说这边先 跟简单做一个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是有关黑工白工的 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请劳动部的代表 来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感谢刚刚那个这位 关心有关黑工白工的部分 提出的这样子的问题 所谓黑工白工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白工的部分是在于 当地国的劳动法令 它有明载在相关的这个劳动契约上 不管是我们刚刚一直重复讲的 不管是他的薪资 是不是依照他的最低薪资的部分 来去做起算 他的工时 或者是说在当地劳动法令上 如果说你们在那边工作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帮你们做保险 相关的劳动福利 他都明载在这个签约契约上 然后你们签订契约 双方依照这个契约来去履行相关的 不管是你提供相关的劳务 或者是说他提供相关的这个薪水 以及相关的福利等等 那这些部分符合当地劳动法令 理论上这个就是白工 那黑工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说 这个资方呢 他不愿意依照当地的这个劳动法令 去跟你们去做这个 劳动契约上的签署 或者是口头上的约定 他可能连签署他都不愿意 他可能就口头上跟你说 我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小时 我给你多少钱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金额是实际上 比当地的劳动法令还要低的 那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 黑工尽量不要去 是因为说黑工他其实上 他在这个劳动法令 或者是劳动保障上 他是比较缺乏保障的 那当然刚刚这个主办单位有讲 就是说如果当地劳动法令 对于这个雇主他雇用黑工 会有相关的一些法则的话 我想这些法则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这边过去打工的这些青年靴子 那这些青年靴子呢 你透过打工的方式 希望赚取一些生活费 但是后来你因为这样子 然后影响到你 不管是往后要再去申请到这个国家旅游 或者是说触犯了当地的这个劳动法令 因为这有可能是你跟雇主之间 两个人通谋 然后去影响当地的这个劳动条件 那这样子会形成不相同的 这个不平等的一种劳动的一个契约 那实际上会对当地的这个 其他人的这个劳动的条件 会负面的受影响 那他们也不希望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黑工的部分尽量还是不要去 还是以白工的部分来去做处理 好 以上多了 谢谢 好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 我在这边就澳洲的部分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那刚刚有提到说黑工白工 刚刚劳动部的长官也提到了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大部分的先进国家 它跟我们国家一样 都订定这个全国的基本工资 像刚刚提到的加拿大 每一个省也不一样 那在澳洲的话呢 它是全国都一样的 它有一个叫做全国基本工资 叫National Minimum Wage 它的全国基本工资呢 现在是一个小时16块8毛7澳币 那一个礼拜呢 他们订定的这个标准呢 是38个小时 所以38个小时的基本工资 是640块9毛钱 所以如果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你去找工作 这个雇主给你的这个工资 是低于这个全国基本工资的话 那么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劳动条件呢 就属于违反了澳洲政府 所订定的平等工作法 以及基本工资命令的 这样一个条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黑工 那黑工还有很多 你缺乏保障的情况 第一个你没有薪资单 第二个你没有劳动契约 可能你的雇主 只是给你几样口头说好 所以你缺乏保障 那再来呢你的雇主呢 也很可能没有帮你加入 工作安全的保险 这个工作安全的保险呢 在澳洲称作work cover 那或者work safe 那这个是在你在职场 工作场所一旦受伤的时候 你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如果受伤的时候 如果你的雇主 没有帮你加入这个保险的话 那你受伤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医疗的费用 还得自己支出 另外在澳洲呢 他还规定了 你必须雇主 还有这个受雇者 帮受雇者加入 他们叫做退辅基金 叫做superannuation 也就是说 类似我们的劳退基金 你在澳洲 你所享有的这个法律上 所给予你的权益 是跟澳洲公民一模一样的 所以各位去澳洲 我们很建议各位 一定要 照澳洲政府的网站 去了解 你的工作权益是什么 你雇主 应该根据澳洲的法令 来给予你包括休假 包括加班的这个加班费 他的加班费必须高于 基本工资 还有你的 你所获得的待遇 一定要了解你的 劳动待遇 你的劳动的条件 跟你所应当获得的待遇 如果都是不符合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黑工 那站在我们外交部 跟我们政府的立场呢 我们非常不赞成你们去找黑工 我们希望你们各位到那边 能够工作上 能够获到 获得这个工作的保障 这也就延续到 刚刚另外一个朋友 提到的问题 就是前一阵子 ABC澳洲的ABC广播公司 他报导了 有一些外国的度假打工者 特别是他采访的对象 是台湾的年轻人 在澳洲接受到 不当对待 以及剥削的情况 那这个事件呢 我们政府呢 对这个事情呢 表达了高度的关切 我们在台北 我们外交部 我们造集的澳洲驻华机构 刚刚你看到 他们的澳洲办事处的官员 我们希望澳洲政府 很重视这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澳洲政府 有关的单位 能够去针对报导中 所指称的事情 去进行调查 同时呢 我们在澳洲的 我们国家的驻澳洲的代表处 以及办事处呢 也分别就辖区 他们的驻管机关 来表达我们政府的关切 我们希望这些报导 这些所指称的这些事情呢 由他们的驻管机关 去深入地进行调查 那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目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 他在澳洲去打黑工 他没有被胁迫 也就是说 他是志愿去做这个黑工 这个是我们一直很希望 我们年轻朋友不要去做 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要有这个意识 那如果你在找工作 你可能一时之间 你不是很了解 你所应有的这个 劳动待遇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 你们能够来提出 跟澳洲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诉 那你可以保留你在这个相关的市政资料 澳洲的主管机关 刚刚在这个澳洲办事处的官员 他在介绍的时候 他也叫做Fair Work Ombudsman 我们中文叫做这个平等工作的监察署 他会这个进行调查 就像刚刚我们建伦 他在做简报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这个主管机关 会针对雇主任何的不合理 不合法的待遇 他们进行调查 如果调查属实的话 雇主会被 接受会被严重的裁罚 所以我们希望 各位年轻朋友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也能够了解到那边 如果你去打工的话 你的工作的权益是什么 这样子 如果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你提出申诉 那澳洲的政府的主管机关 他一定会来 就每一个申诉个案 去进行调查 以保障你的权益 当然我们的驻澳洲的各办事处 还有我们的驻澳代表处 如果你需要协助的话 他们也很乐于 就你提出申诉的个案 来向澳洲政府的主管机关 来表达关切 来保障各位应有的权益 很加热说明道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消息阶段的三个问题 不晓得哪里 好 我们后面这位先生 再来这位小姐 那是第三位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关于英国的部分 然后她说 今年有多了一些健康税的问题 那请问有没有规定说 在今年申请面试过后 要在三个月内必须入境英国 还是说你明年入境也是可以 但是损失的就是自己 停留在英国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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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就是我也是想要针对 那个英国打工的部分 就是 我不晓得说她的名额 是不是能够增加 因为刚才 那个也有一个演讲者说 这是一个很 就是目前很夯的一个方案 那 所以想说明额能不能增加 因为很奇怪 我抽了两三年 都没有抽到 而且正被取都没有 所以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正在 还在你努力之中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好不好 右边这位小姐 不好意思 我也是想要请问 跟英国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是在去年有抽中 可是 我的签证已经申请到了 可是我还没有去 我还没有前往英国 然后就是我有收到消息 就是说 今年 他们有新的规定 就是必须要在一个月内 5月31号 开始申请签证的人 必须要在一个月内抵达 英国 就是要去拿一个叫做 BRP的一个 身份的东西 可是 因为我是在那个之前申请了 所以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过去 我会不会超过那个时间 拿不到那个相关的证件 这样子 好 谢谢这位小姐的问题 很巧 三位 三位青年朋友提出 都是跟英国有关系 我这边很快做一个补充说明 只要这13个 跟我们亲度假打工国家 有任何相关的新的 rule 新的规定出来 我们相关的外交部主政单位 就负责哪一个地域师 比如说 欧洲是 就是欧洲是来负责英国的 跟其他英国国家 有 这国家 包括以前的澳洲 或未来加拿大 都有新的 我们绝对会在第一时间 求证以后 会挂上我们外交部 青年度假打工专述网站 而且会放在最新消息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 如果各位拜托你们有空 常常去看一下 那因为我们不晓得 谁对这个讯息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挂上这个官网 那首先 有关刚刚 有关英国健康税的问题 我们请我们那个 外交部欧洲市的同事来 张艺茨小姐来回答一下 有关于英国健康税的问题 就是现在只要是 只要是 申请英国签证的人 都要再另外缴交一个移民健康税 那一般民众的话是200英镑 那学生 以学生身份入境英国的话 就是要缴150英镑的移民健 immigrant surcharge 那关于 那有关于现在英国新制BRP的部分 他现在他们的 主要的改变是在于 以前英国在核发打工度假签证的时候 申请者他们拿到到时候拿到护照的时候 护照上贴的签证贴纸是直接就是在 他的那个签证本身就是YMS的签证 然后你只要拿到签证 你在签证有效期两年之内 你随时都可以入境英国 但是现在他们的心智是 你到时候拿到护照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打工度假的签证 而是一个短期的签证贴纸 那签证贴纸它本身 就会载有一个30天的有效期限 你必须在那30天内入境英国 那入境英国之后 你还要在10天之内到指定的邮局 去拿你的BRP 那他这是他们心智 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 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在30天内入境 然后入境10天之后去拿你的BRP 那如果你预期没有入境英国 就是你没有在30天内的期限内 入境英国的话 你必须要再另外申请一次短期的签证贴纸 那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们还在等英国政府 看他们之后 会不会再陆续公布进一步的资讯 那第三个问题是 关于您是在今年5月31号 办英国度假打工签证的话 那你适用的制度就是 在5月31号以前的制度 所以你不会受到心智的影响 那有关第二个 英国打中度假签证YMS的名额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在 我们青年署的前身叫轻浮会 在轻浮会一百年的时候 就已经协助核发这个赞助证明 我们在一百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跟英国那边已经开会讨论过 有关于名额的问题 因为每一年抽签都非常的踊跃 然后很多人运气很好 很多人就是抽了好几年都没抽到 然后到了最后一次 如果再没中就要满31岁 然后他一看到他又没中 他就当场累撒会场 那这个问题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也跟英国在年终业务检讨会的时候 再度强烈的要求 那英国他们的回复是说 他们不排除要增加名额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说他们希望英国来台湾 打工度假的人数也可以相对的 有这么多人 结果他就说 可是他们经过统计 他们从英国到台湾来打 来度假打工的青年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吗 只有两位数 不到三位数只有两位数而已 结果他说 那个 这个 两国之间的人数相差这么大 他们如果再扩大 我们台湾去英国的人数限制的话 那个差距会越拉越大 所以 这个问题我们会把它记住 我们今年的时候 我们会再跟英国内 再继续跟他协商 看看是不是可以 想办法让他们再把名额 再释放一点出来 好不好 我们尽力去做 好 现在时间已经大概5点 将近45 所以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大概 将近四个钟头 所以如果各位 各位可以包容的话 我们大概最后三个问题好不好 那我们三个问题 我们就结束 那各位也不用担心 如果你们 刚好 待会三个问题 没有办法 我们这边跟你做 做时间 做答复的话 我们 在外交部 这个青年度假打工专属网站 有个留言板 那你们如果什么问题 可以送进来 我们会 到时候会看这个问题 属于哪个部会的组长 我们会 会请他们来做 做素面的答复 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最后三个问题 好不好 拜托 那我们前面这位 这位 呃 呃 呃 我们再举手一次好不好 一位 两位 那就最后两个问题了喔 三个后面这位先生 三个问题 一二三这样好不好 好 你好 呃 我想要针对各部会 提出一些 个人旅游经验的一些见解 然后希望各部会 能够参考使用 呃 首先是 呃 外交部的部分 呃 我在 旅行期间的时候 外交部 呃 跟当地的 呃 就是经贸办事处 跟当地的僑胞 会搬一些活动 针对背包客的生活 一些大小事情 工作事情 讨论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应该 呃 尽可能 提供多的时间 还有多的资源 在这方面上面 因为很多人到了现场以后 才发现不是想像中的那一回事 他们必须要透过 这些外交的驻外人员 还有当地的僑胞 来够 来解决这方面 所以应该要多多举办 并且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来配合这次 然后 另外 交通部的话 呃 是我在澳洲期间 然后我发现 呃 虽然台湾现在可以换成 澳洲驾照 但是 台湾的国际驾照 在发生事情当下的时候 并不是像台湾想像中 呃 就是 找警察解决 他那边是透过保险机制来解决 也就是说 你没有在那边买 车子的保险的话 那你发生事情当下的话 你会面临很多 呃 法院 还有一些 费用上面的问题 所以 呃 与其 换驾照的话 我不如 建议就是 我们希望 呃 交通部的人 能够把 呃 台湾的驾照 等同于澳洲驾照 因为他那边保险的条款 很多都是写说 你要有 持有澳洲的驾照 如果 今天我们台湾的国际驾照 能够 等同于澳洲驾照的话 那 就算 发生事情的话 也不用担心说 因为我没有澳洲驾照 我没有办法 获得 相关的理赔 或者是 后续的法律问题 对 这是很多 呃 实际上看起来是OK 但是执行的时候 却发现 却发现会有这些问题 然后 法务部的话 我建议是希望说 能够跟当地的经贸人员 多接洽合作 我相信 呃 好像在两 两年前 三年前 呃 有一群被包客 差不多七八个台湾人 他们 是因为 他们说是因为工作原因 不知道里面藏有毒品 而被判的重刑 现在在澳洲那边 法院正在审理 相信也是 呃 可能都是终身监禁这一类 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所以 应该 如果可以的话 法务部应该结合这些人 把这些时事 然后做成一个专门的页面 告知给相关人员 不然 后面的人也不晓得 然后以为我们做的工作是合法 其实是帮人家做一些非法事情都不晓得 包括 我在那边工作 餐厅工作 话也知道 原来卖酒也要有酒牌 然后做一些工程也要有一些相关的license 这是我在澳洲的时候发现 呃 我们很多 不是只是毒品问题 是很多我们对当地的法源 不够充分了解 这一点是让我们很多人受伤 就算想要获得当地的保险礼赔 也会有发生 这位朋友 谢谢你的问题 非常宝贵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说 您还有其他的 建议 或是宝贵意见 可不可以 呃 如果时间不够 因为时间的关系 事后再给我们一个书面的建议 我们会 交给相关部会来 来 待会如果有时间来不及答复的话 谢谢您的时间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请第二位 第二位朋友 呃 我一样是想要问 英国的移民健康税 是想问说 那 我如果 付了这个税金 那我在台湾的健保 有需要 就是 停保吗 那如果说 我在英国期间 我完全没有用 就是完全没有去看医生之类的 这个税金是可以退的吗 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 是在左手边这边嘛 好 呃 各位相关部会的长官 然后各位北八客大家好 我是之前去过澳洲打工度假 回来的北八客 我叫做扣文 这边我想针对有关工作仲介乱象的一个问题 提 就是提出相关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去澳洲打工度假 基本上如果透过澳洲合法的工作仲介 也是不需要付费的 那如果是在台湾地区 透过台湾地区的工作仲介 去澳洲打工 是 呃 我们台湾的劳动集中法 是规定说 可以收月薪的百分之五 那如果是月薪的百分之五 中期量是五千块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的 相关的一些仲介公司 譬如北部的 我们有听过有收六万块 然后保证去澳洲打工度假找工作的 这已经明显高于我们 台湾的法律规定 然后在高雄有更夸张 高雄有听说 有收十二万保证去打工度假的 那我想针对市面上一些 工作仲介的一些收费的乱象 我想 询问一下 提问一下 就是这相关的主管机关 劳动署这边 有没有什么因应的一个对策 或者是现行有什么 集合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就是 有关劳动署的这个部分 另外在教育部的那个方面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去澳洲游学 可以透过合法的游学代办 帮我们申请澳洲的学校 可是我们看到部分的游学代办 他们在提出他们的语文课程的时候 常常会就说 喔 几周几周语文课程 这个还好 可是有些游学代办会提出一些 你来读几个礼拜 然后后面有保证介绍工作 就衍生出工作介绍这个部分 甚至在衍生出工作介绍这个部分 还有说 就是你读几个礼拜 然后再加多少钱 就会有工作安排 那就变相地在收所谓的工作安排费 这样子 那针对这个部分 有关游学代办这个部分 不知道教育部这边 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措施 这样子 以上 谢谢 谢谢我们那个柯文先生 谢谢各位刚刚提的问题 也都很重要 我们也都很重视 首先我先简单的初步回答 刚刚这位第一位朋友所提的问题 有关我们外交部驻外单位 常常会偶尔会配合一些活动 办一些说明会 多家打工相关的权益的说明会 安全 旅外交通安全 人身安全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 以澳洲来讲 澳洲有一个代表处 三个班事处 他们大概 经常不定期会办这种活动 而且会 这种活动的话 我们都会透过相关的那个联系网络 去通知 在澳洲度假打工的行李来参加 但是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 刚刚如果各位有看短片的话 各位 如果你未来要出国度假打工 建议你还是要在 上我们领屋 领事事务局 做那个出国登陆 出国登陆 出国登陆有什么作用 你出国登陆 如果在国内出国前 来不及做 去到你那个度假打工国家 去我们的所有代表处 都可以补登陆 登陆一下我们 我们的外交部 包括相关部会 还有我们驻外单位 都可以主动跟你联络 甚至有相关讯息 比方说 刚刚提到的 英国的澳洲的相关的新的规定 或是我们 呃 驻外单位要办什么活动 跟度假打工清理有关系的 你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资讯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 拜托各位清理朋友回去 跟 跟你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对这个度假打工议题有兴趣的话 这一部分帮我们再做一点宣传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有关这个驾照 跟这个13国家相互承认的问题 其实我们 我刚刚在简报的时候 业务简报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已经请这13国家 主外单位 把当地国的相关的交通法规都送回来 包括交通标志 包括驾照 台湾的驾照 国际驾照 在当地使用的状况 但是因为 这13个国家 甚至同一个国家 不同的省 不同的区 他是接受我们的那种 驾照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这个资讯 全部现在都已经挂在 交通部 今年度假打工专属网站 你点进去 你要看到 如果你觉得有不足的地方 有不够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跟交通部反应 也可以跟我们外交部反应 我们会再来补强 但是 我们已经花了蛮多时间 把这个东西 卷制起来 把这个 比较完整的事情 在一个 网络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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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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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去 我 去 你 我 你 你 你 還有就是這個毒品的部分 就是各國都是很嚴的 你知道被抓到 你如果沒有辦法舉證說你是無辜的話 那就很麻煩 我們住外單位也是要尊重當地的那個 司法管轄權 所以這一部分 那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度假打工的 距離協助其實有一點點 我們就要可能要再精進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未來 會研究啊 把這個各國的這種 度假打工清理所遇到切身的問題 案例把它掛上網 讓各位去看一下而且我們不會 因為牽涉到個人隱私權不會講到名字 不會講到時間但是我會告訴你 這是實際上的案例你要去看看 這個交通意外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以後不要再重蹈覆轍 這個毒品或是那個 去被人家剝削 或剪性這些問題我們會 做一個整理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但是到時候我們會 我們會盡快時間把它掛上去 如果我們各部會大家有個共識 我們就把它掛上去 這是要補充 那有關這個 英國的這個健康稅 跟國內健保部分 待會兒我們請那個 威福部的長官來說明 那有關這個 工作亂象的部分 仲介公司的亂象 我們請勞動部還有 優學代辦請教育部來做 做補充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先請這個 不曉得教育部有沒有 教育部有沒有補充的 教育部 是的 有關於剛剛這位 這位新的朋友所提到有關於 我們的駕駛執照 和我們國際駕駛執照 在國外使用的情形 那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駕駛執照 就是所謂駕 這是你可以在當地駕車的一個 許可的一個憑證 所以各個國家 對於駕駛執照的使用 有它的一個限制 所以就算是我們國家 跟日本跟澳洲、紐西蘭 他們對於駕駛執照的使用上面 是會有不同的規定 所以說這邊 這位新的朋友所提到說 我們的交通部 我們國內交通部 所發的這個駕駛執照 或是國際駕駛執照 能不能在當地國來做使用 是直接使用我們的 正式駕駛執照 還是你的正式駕駛執照 要搭配國際駕駛執照使用 或是怎麼樣使用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 就像是剛剛我們國家部所說的 我們現在就是有 透過駐外館這邊 有蒐集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放到我們的交通部 的宣傳專區那邊 還是建議各位親戚朋友 出國之前還是要稍微 先留意去查詢一下 各個國家或是各個省份 可能會有不同的規定 就算是在澳洲 可能在西澳或在東澳 或是在哪邊 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規定 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可以請各位親戚朋友 出國之前 可能要稍微先留意一下 那至於說 這位親戚朋友所提到說 希望我們台灣駕駛執照以後 在當地國能夠來做使用 基本上這個也是交通部這邊 一直持續 會配合外交部這邊 然後來推動的一個目標 那我想說 正部這邊大概先做這樣的回應 感謝剛剛那位親戚朋友 有提到就是說 有關仲介的部分 兩國仲介的費用 一邊有收一邊沒有收 以及我們這邊仲介 是不是有收費過高的部分 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的仲介費用的收取 主要是依照我們就業服務法裡面 來去做收取 那 私立的仲介服務機構 怎麼樣設立 他要怎麼樣去收取費用 哪一些費用是屬於 可以收取的範圍 哪一些不行 其實在就業服務法裡面 都有規範 那如果有剛剛您所講的 就是說 他巧立明目 或者是說 把很多不應該收取費用的部分 過高的收取 那都非常歡迎 透過相關的檢舉電話 我們這邊的檢舉電話是 02-8995-65113 透過這個檢舉電話來檢舉 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其實不管你們在這個 度假打工要出國前的準備 或者是出國後到當地國的一些情況 只要有違反相關國的法令 在我們國內 如果中間的服務機構 他違反我們自己國內的法令 或者說你到那邊工作 你發現他這個雇主 所提供的這個勞動條件 有違反當地國的法令 我相信希望大家都不要 令於把這些資訊揭露出來 然後跟主管機關去做反應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更好地 保障你們的相關權益 以上各位 謝謝 謝謝 觀眾民主任 請請請請請請請兒 請請請請請 請請請請請請請 剛剛那位同學提到 有關可能到度假打工的這個國家 有一些可能犯罪問題 法務部可以結合或者在地的計畫 或者怎麼樣來提供一些資訊 我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世界各國接欄 大概我們剛剛提供給大家那兩個網站裡面 會把幾乎大部分的犯罪類型跟手法 大概都提供在裡面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大家在出國之前 到那個網站上把一些犯罪不同的案例跟手法 先把它瞭解清楚 每一個國家我想大部分 他的犯罪類型犯罪手法大概差不多多少 除非有比較特殊的犯罪類型 或者那個國家有比較特殊的一些 特別刑法的規定 那不然的話我們覺得以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舉世 大概接欄的一個法令規定 應該是差率有多少 而且我們已經把很多主要的相關的一個案例放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那另外一個我的個人的想法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你到外館到那個國家去 你可能真的在現實生活裡面 你自己大概會有一些現實 覺得這個是不是違法 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剛剛我們富山市也提到 我們交易部有一些相關資訊的網站 或者未來會把相關比較特殊 各國有發生一些比較特殊的這個犯罪的案例 或者被害的案例會放到上面去 所以大家可以跟外館來先來 你覺得這個W是不是違法 我可以不可以做或怎麼樣 有疑問 我建議可以先跟外館來做確認 因為他們很清楚 在地有沒有哪一些比較特別的規範 是不能做的 那你再去從事這樣的工作 或者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比較合適的 那真的有問題 有這樣一個平台 我們也建議大家可以反應到這個平台來 那我想我們政府各單位 會盡量來做這個資料方面的提供跟充實 以上說明 那有關於移民健保附加費 如果你在英國的期間沒有用到他們的健保服務 能不能退費的部分 那這邊他們是沒有辦法退費的 移民健保附加費能夠退費的 唯一的情況是 除非你的英國的度假打工簽證被拒絕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把你在申請簽證時候 所付的移民健保附加費退給你 有關於剛剛那位先生提到的 那個仲介跟遊學代辦之間的關係 我們中華民國跟13個國家簽訂的是 度假打工協定 這個是正常的合法的到該國去做度假打工 那如果透過遊學代辦的話 這個是比較 比較不好的一個管道 當然食物上面很多人都是這樣偽辦 沒有錯 那所以有關於這種遊學代辦的 相關的這種 這種機構的管制或者是查核 或者是一些後續的追蹤的部分 我會請我們部內的相關全責單位 因為這個基本上遊學代辦跟度假打工 在表面上應該沒有關係 可是食物上當然有 這個我承認 那所以我們會回去跟這個 遊學代辦的主責的單位 我們請他們 對這方面要去研擬一套管制的一個措施跟查核的機制 對以上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各部會代表剛剛所做的說明 還有謝謝今天下午 這個各位這個播 利用這個禮拜天的下午 來在這邊待了 將近已經超過四個鐘頭 那謝謝你們的寶貴意見跟問題 來吃一次 那 我們講兩句話 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各助法機構 還有各部會 還有所有青年的參與 我們幾位青年的 親身經歷的一個分享 謝謝各位 好 各位現場局員段的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謝謝今天各位的參與 那我們在這邊也代表教育部 謝謝各部會 謝謝各助法機構 各分享青年 以及各位青年參與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透過網站 或其他的管道 跟我們來回應 謝謝各位的參與 祝大家順利愉快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順利圓滿的結束了 那大家離開之前呢 請大家透過問卷 給我們活動一些指導跟意見 好 謝謝大家